从今天起 我不管你之前是谁 只要你来十一班 这是给你的一个班道超车的机会 他是学校花高薪聘请来的名师 却在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 做出令所有人都匪夷所思的事 咱们就是放松一下 来做个游戏 下面有请高三的全体同学 一步到四号跑道上 紧接着他开始对场下学生提问 只要回答出问题的就向前走一步 反之则是向后退一步 经过十轮的筛选 场上的学生已明显被划分开了 这就是他想要告诉学生的答案 第一排的学生是赢在气跑线的优等生 中间的学生通过后天努力来改变命运 而最后一排的学生是自暴自弃的岔生 但雷鸣却不在乎这些外来的因素 因为他要用高考带领他们弯道超车 从今天起 只要你来十一班 我陪你们一起此刻高考 此刻去美 把人生这块重新洗衣剂 随后雷鸣就宣布来他班的学费全免 可即便如此也没有学生会相信他 同学们纷纷议论他就是一个骗子 就在这时人群中一位学生举起了手 雷鸣满怀期待地宣布 报告老师我想上厕所 我这人有一毛病 听废话就想撒尿 男孩怎么也没有想到 面前的这个人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 原来早上雷鸣在吃早餐的时候 撞见一名学生全身绑满了手机 而且还听到他们议论 每带一部手机进学校就可以赚二十块 不少学生都慕名来找男孩帮忙 可全身到脚都已经没地方绑了 只见男孩熟练地拿出一本厚厚的书 将手机藏在了挖空的书里面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就匆匆地上学去了 不料出门时撞到了正吃面的雷鸣 还把他的白鞋子搞脏了 雷鸣很生气要给他一个教训 果然男孩用这个方式骗过了老师 成功将手机全部带进了学校 正当他暗暗自喜的时候 却被一个男人抢走了书包 李然见他拿出书的那一刻急了 冲上去要抢回来却扑了空 还被雷鸣耍得团团转 李然急了直接一拳挥了上去 雷鸣条件反射一个被摔 却想起来了对方是个学生 于是手下刘晴将他推倒在地 教导主任将李然抓到办公室里 而门口已经堆满了危机的学生 但李然最终还是被当作反面教材 要求在开学典礼上面当众做检讨 他气不过刚才整他的那个男人 怎料对方竟然是学校新来的老师 等雷鸣话音刚落 李然就让他在全校师生面前出丑 命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面前这个大大咧咧像骗子的老师 竟然是校长高薪挖过来的名师 雷鸣入职时和校长签下对赌协议 如果他班上的学生不能考上清北 他就主动请辞 可眼下凑不起五名学生就不能开班 雷鸣决定第一个招的人选就是李然 他们发现李然每天放学都不回家 而是来到一个二手电子交易市场 原来李然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小时候他的父亲就因公去世了 而母亲却狠心地丢下他跑了 只留下他和奶奶相依为命 所以李然懂事后就开始打工贴股家用 可奶奶却一直让他好好学习考个大学 雷鸣也查到了李然以前的学习成绩 发现他每次考试都控制在倒数经 但奇怪的是他每次还能拿到奖学金 这种奖学金是专为进步学生提供的 雷鸣这次并不是来要他加入班级的 只是说了一句话就离开了 紧接着雷鸣又来到了一家麻将馆 因为他发现面前的岔生竟然是名数学天才 这个高中生正在洗手间里化妆 却发现旁边的男子一直盯着他 于是女孩霸气地回怼道 说完他就拿起书包转身离开了 另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陌生大叔将会改写他的命运 原来女孩来酒吧是见男网友的 他谎称已经25岁了可以谈恋爱 和对方听后竟直接伸出了闲猪手 女孩下意识地躲开并闹开话题 做销售赚得多吗 男子认为女孩不是来相亲的 而是想让他介绍一份上海的工作 两人的谈话刚好被雷鸣听到 他很害怕女孩会误入企图 所以一直在身后偷听两人的谈话 这时男子凑到女孩面前轻声说道 要不去我哪儿再聊呀 说不定聊出感情了 我真带你去上海 只见女孩拿起一张纸巾 然后弯腰捡起男子刚丢的钱包 里面的证件证明男子是本地人 女孩知道男子想要对他图谋不轨 于是当场揭穿了男子的谎言 男子见事情败露 气急败坏地起身就离开了 等女孩走后 雷鸣发现了他遗落的试卷 而女孩正是他学校的学生 虽然试卷只得了15分 但做对的竟然是最后的压轴体 雷鸣觉得这个叫羽山的女孩不简单 就当他转头时却当场傻眼了 羽山竟然拿茶杯摆出了黄金分割线 雷鸣意识到羽山是个数学天才 可令他不理解的是 明明有着这么好的数学天赋 却在考试时只写最后一道题 为了弄清楚羽山背后的真正原因 雷鸣决定要去他家做一次家访 却没想到等他来到羽山家 竟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了 面前竟是一个乌烟瘴气的麻将馆 而羽山的数学天赋在这里 只是被母亲拿来算账用的 据旁边的女老师所说 羽山六岁时母亲就改嫁了 然后就给他生了一个弟弟 之后羽山就像是家里的保姆 什么脏活累活都是他干的 雷鸣一进门就要羽山去他班级 但羽山却也没有时间拒绝了他 雷鸣只好说自己是来打麻将的 看到羽山的生活条件 雷鸣也大概了解他想独立的原因 他想拿酒吧的那件事来威胁羽山 很明显羽山并不在乎 因为家里没人会管他的客与生活 羽山不耐烦地问雷鸣找他的原因 雷鸣嘲笑他是想找对象实现目标 对你来说 嫁人不是重新开始 是二次循环 但羽山却说这样是他最快的选择 雷鸣诚恳地却说羽山 不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 他的数学天赋能使理科成绩进步很快 只要用对学习方法肯定能考上青北 可羽山这时却胡牌了 杠上开花 大胡 全球人也是的好 我冤极好 谢谢 就在这时羽山的继父回来了 他一见到羽山就动手动脚了 雷鸣看出羽山似乎有什么难言之疑 临走时雷鸣给羽山开出丰厚的条件 你只要加入十一班 一年之后不论你能不能考上青北 你随便选一个国内的城市 机票投三个月的生活费 我都包了 但这并没有说服羽山 女孩刚洗完澡正擦着头发 却被一颗微型摄像头监视着 然而偷窥者不仅自己欣赏 还将视频拷贝到光盘里进行售卖 而恐怖的是女孩竟被偷窥了五年 这天羽山在整理杂物的时候 不小心打碎了妈妈的结婚照 她赶紧蹲下身子十起碎玻璃 却意外发现像筐中的摄像头 羽山被吓傻了久久没缓过神爱 几分钟过后她才慢慢冷静下来 羽山惊恐地搜索房间里每个角落 生怕季父还会安装其他的摄像头 等她再三确认只有一个摄像头后 就拿着破碎的相框跑到季父面前 今天早上 我把你们的结婚照摔破了 妈我在里边发酱了 来来来 你最爱吃的鸡皮多吃点 季父吓坏了赶紧打断羽山的话 然后说到今天是羽山妈妈的生日 话里话外都是在警告羽山不要说 为了妈妈的幸福羽山选择荣远 原来在羽山六岁时妈妈就改嫁了 之后就一直帮助季父经营麻将馆 在家里面妈妈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母女俩的经纪来源都要看季父脸色 晚上季父借着帮妈妈过生日的机会 却自己在外面宴请了一些狐朋狗友 而妈妈却一个人在厨房忙前忙后 羽山看着妈妈这么辛苦很难过 于是拿出了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生日快乐 妈妈看着礼物很开心 就在这时喝多了的季父叫羽山过去 这些叔叔伯伯 那都是有头有脸有门路的 还说让他高中毕业后就不要念书了 以后就到这些叔伯的公司里去上班 让他们都好好地照顾一下羽山 说着就给羽山倒上满满一杯酒 羽山说自己是学生不能喝酒 却遭到了季父的冷嘲热讽 妈妈闻声赶来替羽山解围 可季父仍然是不依不饶 羽山不想让妈妈为难 一把抢过妈妈的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她就转身回到房间里 而季父的报应很快就来了 晚上季父又开始偷窥羽山 当她打开监控却被吓了一跳 监控中竟然出现的是自己 她环顾四周寻找摄像头的位置 她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学渣 却掌握着一流的手机维修技术 因为她每晚都要去电子城打工 老师劝她回去好好读书 高考才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捷径 可李然却不领情还当众顶撞她 等老师走后 对面店铺的老板就来找她 老板知道李然想要担担 刚好自己也想要回老家发展 于是低价将店铺转让给了她 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没人会拒绝的 李然回到家就把租金转给了老板 她开始幻想着赚钱后带奶奶享福 可令李然没有想到的是 这竟然是一个陷阱 原来在李然五岁时父亲就因公去世 母亲后来改嫁狠心丢下她就跑了 家里只剩下她和奶奶相依为命 长大后李然也很懂事 可于是后就在一家手机店打工 她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家手机维修店 如今店铺已经盘下来了 凭借她的技术很快就能赚到大钱 李然满腔热血地来到打印店 印刷了厚厚一叠店铺的广告 却没想到她兴奋地刚到家门口 就看到一群人在丢她家里的东西 李然上前阻止却被众人拦走 就在这时房东从屋内走了出来 并且无奈地告诉她报警也没有用 还拿出拆除违鉴的手续给她看 我们是活发执行 该在地面举步的人打 我一码都绑过来 李然听后慌了 等她来到电子市场 门口早已围满了受害的商家 这些人都是被房东给骗了 房东隐瞒了拆迁的消息 用低额的租金诱惑他们续租 事后房东就卷钱跑路了 李然想要维权和商户们一起冲进了市场里 不料却被妨碍拆除违章建筑 被抓进了公安局 好在雷鸣将李然保释了出来 雷鸣还是劝她不要放弃高考 但李然却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晚上祖孙俩无家可归 只能来投靠奶奶当保姆的雇主家 雇主是父亲生前的好友 这么多年也非常照顾祖孙俩 男子还让李奶奶就先住在家里 等到时候找到合适的房子再办 但女主人却十分嫌弃祖孙俩人 就算客房都是空着的也不让她两住 最后把他们安排在了地下室杂物间 房间里没有床睡 只有一个帐篷 你们要是住不惯的话 跟我说 我在跟你们混床 可这对于李奶奶已经很知足了 她还告诫孙子在别人家要守规矩 吃饭不要上桌 早上等李然刚到餐厅 就听到女主人在数落奶奶 李然听后心里不是滋味 女主人看到李然下来了 便客气地邀请她一起吃早餐 可奶奶却给孙子使了一个眼色 李然心领神会地就来到厨房里 而小保姆却投来了嫌弃的目光 这时沈耀吃好了早餐要去上学 她的母亲突然说道 你跟李然是一个学校吧 跟金师傅一起送吧 李然只好扔下碗筷一起出门 可她第一次坐豪车不知道怎么关门 沈耀见状想要阻止她 没事 别回座 李然很尴尬拿出一颗糖表示感谢 却没想到沈耀完全不搭理她 甚至还带起了耳机 快到学校门口了沈耀要提前下车 却被李然误会了 不想看到跟你插声 你快来上学吧 以后不坐你车就是了 小伙子 你真是想多了 这孩子低调 每回停车都停车 等李然刚下车就碰到了雨山 虽然他们是同班同学 但没有说过一句话 可他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班上的刺头 一个班只剩下他两人美满新校服 班主任将两人作为典型进行批评 谁要是再穿着旧校服来学校 就别想进我这个班 怎样话音刚落雨山就摔门而出 这把一旁的李然惊呆了 令他没想到这个外部尖刺的女孩 背后竟然还有如此悲惨的命运 只因女孩长得漂亮 就经常遭到同学们的欺负 明知道女同学是故意整她 但女孩并没有生气 而是轻车熟入地拿出润唇膏 将粘在头发上的口香糖取了下来 因为这种事她早已习以为常了 然而等她刚想要回教室时 又被路边的几名男同学在背后议论 不料几人的行为刚好被桑老师撞见 作为学校的心理老师 她没有当众批评几名学生 而是要给他们上一节特殊的教育课 只见桑老师将几人带到了教室一楼 要请这些学生帮忙把课桌搬到五楼 等同学们气喘吁吁地将桌子搬到五楼 桑老师却说是她搞错了桌子是二楼的 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几趟 这些学生累得再也没力气去讨论别人 另一边雨山刚回到教室里 班主任就让她交买新校服的费用 并且还作为典型将她拎出来批评 雨山深藏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当场脱掉校服摔门而出 雨山只能委屈地躲在学校屋顶发现 原来她并不是故意不交校服费的 早上她向妈妈要校服费时 却遭到了继父的怒斥 那个费那个费都是套路 跟你们班主任讲 我们硬是不交 雨山当众指责继父偏心 这也引起了继父的不满 自打进了这个家门第一天起 你女儿说话就是这么阴阳怪气的 雨山深知在家里没人关心她 在学校又遭到同学们的排挤 想到这些雨山委屈的泪水 就不禁地从眼眶中流出 就在这时桑老师也来到了屋顶 她很明白雨山此刻的心情 因为当初她也有过类似的遭遇 桑老师讲述了一段高中时期的故事 高中时期她有过一个暗恋的男生 可男生突然在天台向她表白 这把当时的桑老师开心坏了 她知道对方是享用造谣 来维护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可谣言越传越离谱 当时的桑老师无心读书自爆自弃 变成了班上有名的问题学生 好在最后碰到了一个好老师救了她 不然也不会成就现在的她 桑老师只是想用自己的精力告诉雨山 我不是来说服你家如是一般的 我只是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 选择用什么方式变得强大是你的自由 但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我随时都在 雨山很感动有这样一位好老师 这天雨山来到奶茶店 听到有几个男学生在议论她 她没有理会找了个角落坐下 却没想到竟有一位男孩替她说话 闭嘴 回净水 等李然修完手机后只收了她三百八 这么贵 那我再把你装回去 这让对方没了脾气只能乖乖付钱 而雨山这时主动上前和她搭讪 李然询问她会不会去十一班 因为雷鸣都邀请了两人加入 可她俩都还没有想好选择了沉默 李然贴好手机膜后却没有收钱 只是要了一杯秋天的奶茶 晚上雨山躲在房间里想了很久 就在这时妈妈敲响了她的房门 原来是偷偷给她来送校服费的 看着妈妈在家里的地位 做什么事都要看继父的颜色 她不想以后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要加入十一班 第二天雷鸣就收到了雨山的入班申请 但她现在仅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 如果班上招不满五名学生就要解散 因为这是她和萧主任定下的赌约 萧主任根本就不看好雷鸣的计划 觉得她在异想天开 但雷鸣始终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 于是就定下了这个赌约 很快就到了第五天 萧主任准时来到教室要解散十一班 可雷鸣却说还有一小时才到时间 而这时其他班上的老师要征用桌椅 桑老师依然拼尽全力护着这一丝希望 就在这时 她是全校最优秀的老师 却没有一个学生想去她的班 因为她班上招的都是学渣 就是这个所有人都瞧不起的班 竟然创造了高考录取率的神话 全班都考上了最好的清北大学 当初雷鸣为了凑齐五名学生开班 算是绞尽了脑汁 连哄带骗最后才凑齐了四人 就在她准备要上第一趟课时 却被闯进来的食堂大姐打断了 她是来替儿子宇阳报名的 说着就拿出宇阳获得的各种奖状 可雷鸣看都没看就扔在了一边 只见食堂大姐拼命地夸儿子厉害 说完才将门外的宇阳拽了进来 但宇阳却一直躲在身后没有说话 台下的一位同学惊讶地发现 宇阳正是学校最近很火的裤衩学长 因为有人偷拍了他的照片放在网上 以至于宇阳成为了同学们的笑柄 教室内宇阳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听见宇妈妈在一旁喋喋不休 说完还拉着宇阳和同学打招呼 可宇阳却紧张地低着头没吭声 原来宇阳从小患有严重口吃 虽然她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 但天生的缺陷使她成为同学的笑柄 等宇阳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准备开口 却被雷鸣打断了 而且还当众嘲讽了他一番 嘲讽完后还将宇阳拉上了讲台 雷鸣的话句句戳中宇阳的内心 宇阳缩着脖子像犯了错的孩子 他很想解释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宇阳看不下去了当众怒斥雷鸣 雷鸣被他的举动给震惊了 他没想到自己用的激将法 却被这个无知的小丫头给打乱了 就在这时宇阳终于突破心理防线 雷鸣顺势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 只要宇阳下午的模拟考试 考进前三名就同意他加入十一班 宇阳为了能进入雷鸣的班级 他连打饭时都认真地背着单词 却没想到这时竟被妈妈看到了 就这样宇阳被迫插队到了前面 同时也遭到同学们的嘲笑 打菜时宇阳也不能自己选择 都要听从妈妈的安排 甚至连换衣服妈妈都不让他动手 还当着所有同事的面给他擦身体 宇阳感觉人格受到了侮辱 但他不敢拒绝只能默默地流泪 很快就到了下午的模拟考 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写着试卷 宇阳却紧张到全身都冒着冷汗 考试结束也只有宇阳还没写完 可当雷鸣宣布成绩时 确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第四名 宇阳 七十分 第五名 编小小 六十八分 干嘛 没念完呢 他知道自己知识被淘汰了 刚起身要离开却被雷鸣叫住 刚才念的不是考试成绩 是你们每个人的学历值排名 雷鸣自创了一套学历值系统 这些数据都是为每人定制的 是经过复杂计算才得出来的 就这样宇阳成功加入了十一班 雷鸣知道现在他们水平太差了 于是宣布了下周的集训计划 原来宇阳早就在雷鸣的名单里 毕竟他曾经是考过五百分的好苗子 而这些加入十一班的学生们 都是雷鸣精挑细选出来的问题少年 表面上他们现在都是班里的学渣 但雷鸣却要让这些学生脱胎换骨 晚上雷鸣来到超市采购集训物资 却专盯着免费的商品薅羊毛 桑老师都怀疑他是来蹭吃蹭喝的 逛了一大圈购物车里却是空的 而雷鸣的肚子已经被填饱了 但他还是不慌不忙地选着商品 然后拿出手机对着商品拍照片 结果两人逛了两个小时出来 却一件商品也没有买 原来雷鸣为了省钱直接找到供货商 另一边李然想帮羽阳证明清白 帮助他揪出网报他的幕后黑手 可当李然查到对方IP是傻眼了 竟然和自己的位置重合了 李然来到沈耀面前让他删掉帖子 但沈耀却揣着明白装糊涂 李然只好将证据摆在他面前 并且威胁沈耀不删掉网报羽阳的帖子 就把这些证据都拿给学校 沈耀解释他并不认识羽阳 敢做不敢当 却没想到沈耀竟然用奶奶威胁他 最近哥奶奶喝的汤 有点咸啊 李然为此也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他们祖孙俩现在还寄人篱下 原来沈耀以前和羽阳是一个学校的 一次在上公开课的时候 羽阳因拉肚子没有忍住 导致坐在身后的沈耀中招了 这也让沈耀成为了学校的笑柄 之后他就怀恨在心要报复羽阳 不仅安排同学在学校羞辱羽阳 甚至还偷拍下羽阳更衣时的照片 放在了学校的论坛上进行网报 别看沈耀的家境优渥学习拔剑 其实他也是个可怜之人 全校最优秀的老师上的第一堂课 却是带着班上的学生在操场种树 大家一脸疑惑地处在原地看着他 很快他们的奇葩举动 就引起了在上体育课的同学围观 众人都纷纷地嘲笑这群学渣 几人觉得很丢脸都低着头不敢之事 等围观的学生走后 雷宁才说出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一年之后 虽然慷慨激昂的话让人听后热血沸腾 但这毕竟不能实质性地提升学习成绩 一年后他们还是会成为全校的校品 可雷明却信心满满地宣布 只要他们完成接下来十天的集训课程 保证每人的语数外成绩都提高50分 大家坐在教室等着上课 雷明却躲在办公室里睡大觉 桑老师对他的教学水平产生了质疑 但雷明却让他不要心急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教室里的同学们已经坐不住了 江青朗闲不住挽起了手机 雨山困了趴在课桌上睡觉 而李然却修起手机在转外快 边晓晓则是想给自己长点粉丝 于是搞了个现场直播 但很快江青朗就开始焦躁 他和李然没说两句话就吵了起来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 竟都被雷明看在眼里 只见雷明起身说道 接着拿起一个透明的箱子走了出去 这把旁边的桑老师看得一脸懵 等雷明到了教室 就开始收走大家私藏的手机 李然耍起了小聪明把手机藏在桌底 却没想到竟然被雷明精准地找到 雷明要帮他们戒掉手机成瘾的毛病 可他接下来的做法却让人匪夷所思 雷明把每部手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声 然后再将手机锁在了透明的箱子里 先看看手机是怎么让你们成瘾的 最后拿出一份调查报告让美人填写 可箱子里手机信息的声音一直在响 他们也没办法专心填表 这就是手机成瘾的第一个机制 目标越鲜艳 铃声越好记 越越能吸引你的注意力 就在这时 雨昂突然站了起来 我得回一下我妈消息 要不然她会以为我死了 雷明同意让她回信息 但是必须投屏让所有人都看到 雨昂不想让别人看到只能忍着 接着雷明介绍手机成瘾的第二因素 渴求吸引你们的不是手机而是未知 而这时边小小实在忍受不住 他同意让所有人都看信息的内容 这下他尴尬了 原来刚才的直播没有关掉 这时雷明夺过手机 说他点开消息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 回应 点开一个APP 还想点开下一个 这是因为你们的大脑 想要得到奖励 黑板上写的就是手机成瘾的四要素 只要按照上面的去做 就能戒掉手机成瘾的毛病 从今往后 只要一进入这个教室 就自觉地把手机放上来 由班长监督 谁要是没做到 没收班长手机三天 可中午休息的时候 李然偷拿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 想试图打开上面的锁 却没想到竟然被雷明抓了个正招 有着工作睡一会儿不想吧 眼看还有十分钟就要上课 雷明却带着学生们潜入了校监控室 为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桑老师还牺牲了自己的色相 用美人计将监控室的老师骗了出去 等大家来到监控室里 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面前大屏幕展示着各个班级的情况 只见雷明走上前开始介绍 你们的桑老师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 就是为了让你们见识一下 明容教学的最高机密 说完就争分夺秒地来到电脑面前 他先打开了高三逃离二班的监控 这个班的学生都是尖子生 班级的平均成绩已经超过一本线 是学校最有希望裸分考清北的班 接着雷明又调出松柏丝班的监控 这个班的学生属于年级中下水平 只要肯努力30%的学生可以考上二本 雷明调出两个班的监控 让大家对比他们在上课前五分钟的状态 桃里班的学生提前帮老师备好课间 然后都自觉地坐在位置上等老师来 而松柏班的学生还在教室打骂 争分夺秒的玩乐绝不浪费一点课余时间 两个班上课时的差距明显就出来了 桃里班的学生各个精神抖擞 而松柏班的学生则是懒懒散散 老师在上面认真的讲课 学生则偷偷开启了小差 正当大家全神贯注地观察视频时 萧主任却带着人闯了进来 等他刚进门就对着雷明一顿批评 声称雷明带头违反学校的校规 并且让他们立刻离开校监控室 等待接受年级组的处理结果 怎料雷明却说处理自己没关系 只要学生能学到该学的东西 在哪上课重要 萧主任让大家先回去 要是有不服的可以找校长申诉 却没想到雷明不慌不忙地说道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这张正是校长的批条 原来雷明早知道桑老师拿不到批条 于是自己就留了一个后手 雷明找到了做校长的诗歌 经过他软磨硬泡才拿下了这张批条 萧主任看到了校长的批条也没话说 为了缓解尴尬的局面 雷明邀请两位主任旁听这节课 刚好萧主任想看看雷明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只见雷明走到监控面前 继续讲解陶里班上课的学习状况 雨山不服气觉得只是老师的问题 那如果让桃里二班的老师来教我们 我们也能学好 雷明请了萧主任来解答这个问题 桃里二班助老师普通一级 松柏斯班圣老师科技教师 却没想到普通班的老师 竟然比重点班的老师还要好 这只能说明是学生自身的问题 建立了正确的奖励机制 没有人天生就是学吧 他们只不过学会了 把学习当作一种游戏 可这时有个眼尖的同学发现 桃里班也有上课睡觉的学生 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班里的学长 雷明并没有立即解释 而是静静地等待下课的铃声 就当铃声响起的那一刻 这位学生突然就醒来了 拿着辅导资料就冲上了讲台 这时雷明才解开了众人的疑惑 上课时间睡觉 说明这节课的知识点已经掌握了 同时还能迷惑对手 这位同学在下课时间 占据了老师达一的黄金位置 把公开的时间变成了免费的小灶 这种人就是传说中的偷学男孩 在大家崇拜的目光下 雷明也结束了这堂课的内容 最后他布置了一道思考题 这堂课就连傲慢的容主任都佩服 晚上桑老师带着大家来到新宿舍 由于经费紧张 他们只能借助在舞台上 特训第一天的晚上大家都睡不着 每个人都在想着接下来的特训 会不会还有什么有趣的事 却没想到迎接他们的僵尸噩梦 为了让班上的学渣考上重点大学 雷明不得不厚着脸皮请前女友帮忙 因为他知道传统的教学方法 是不可能改变这群学渣们的成绩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 雷明就跑到宿舍叫所有人起床 由于昨晚大家玩手机睡得很晚 早上各个无精打采的站着都想打瞌睡 接着雷明宣布了他的时间管理方案 从今天起 你们的自由和时间不再属于自己 而属于我们 时间这个东西啊 不光要跟手机强 还有跟睡眠强 话音刚落就遭到桑老师的质疑 他认为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 才能有精神饱满的一天 雷明却说他没有基本常识 只要每天保证七个半小时睡眠 就能有精神抖擞的一天 他们到这个时间还想打瞌睡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接着雷明带着大家来到了操场 跑操的目的不是为了强身健体 而是激发学习斗志的一种方式 所以早上只要有轻微的运动量 就可以唤醒头脑保持一天清醒 最后就是重要的营养早餐搭配 这些可都是雷明辛苦才弄到的 可满桌的黑暗料理大家接受不了 编小小加起一块猪脑 满脸嫌弃地说道 雷明解释这些食材包含大量维生素 是为了给他们增强记忆利用的 对于他们大脑尘封已久的人刚好合适 雷明见大家都不敢下筷子 只能自己先做个表率 终于到了正式上课的时间 雷明刚进门就介绍了新来的老师 没想到谭老师刚站到讲台上 就被台下的学生认了出来 编小小激动地走上台和他打招呼 原来谭小周是著名的作家 编小小还是他忠实的粉丝 我叫编小小 我超级喜欢你的 但桑老师却在一旁嘲讽雷明 你可真行啊 前女友都能白嫖 人家是学校 名为重品 合理合法 然而谭老师别出新台的教育方法 让上过他课的学生都欲罢不能 学语文 我们是用来考试 是用来交朋友 谈恋爱享受生活 随后谭老师就让同学们聊聊表白 李然被点到名后不知所措 他支支吾吾地起身说自己不会 就在这时江青朗自告奋勇地举手 但他想让雨珊同学来配合一下 只见江青朗转身对着雨珊说道 我们是不是朋友 是吧 那现在开始不是了 因为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雨珊听后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 然后默默要和他保持一定距离 谭老师笑着指出他们错误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听听用诗词怎么表白 台下的每个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 等谭老师聊完了爱情 就开始和他们聊起了生活 假如你的同学在Q空间里 写了一句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死 你们会怎么评论你 边小小被问蒙了摇头说自己不会 我猜以你们目前的语文水平 应该是 哇气 好多的鸟啊 牛 谭老师幽默的教学方式 让在座的同学们对语文有了新的认知 语术外三门大科目有语文 是识大师的母语 太简单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一起来翻开书 共同感受一下中文的美语 说完才开始了他正式的讲课 看着学生们对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雷鸣也不自觉地看向了窗外 他回想起自己五年田站在讲台的场景 这也是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噩梦 原来雷鸣为了给十三班请老师 可谓是煞费苦心 就连前女友也被他白调来教语文 然后他又跑去打起恩师的主意 但胡老师退休后想过悠闲的日子 他太累了不想再卷入高考纷争中 可雷鸣还试图说服恩师帮他这次 并说到他选出来了五个好苗子 但胡老师还是不为所动 临走时雷鸣说给他准备了一个彩蛋 就这样胡老师被忽悠来到了十一班 可他看到教室只有五人后转身就走 因为他患有严重强迫者 不能接受激数 雷鸣见状赶紧拦住他并解释道 等胡老师来到讲台准备要打开课间 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脑 雷鸣看着他的行为直接傻眼了 这时胡老师叫来班长上来帮忙 只见李然不情愿地来到讲台上 将胡老师的优盘从腰间取了下来 一切准备就绪 胡老师便开始了自我介绍 敌人和虫 你们的熟悉老师 人们都教我种话题库 只要是整体 没得我没有捡过的 老师 现在都有阿喵搜题了 不用记得 这教室就无击了是 没有就没有我快 不行你试一下 江青朗觉得胡老师在吹牛 却没想到很快就被啪啪打脸了 胡老师只是看了一眼题目 就精准地说出了正确答案 并且还说出是哪一年的考题 最后胡老师解开了四道题 而江青朗连一道题都还没搜到 不出意外胡老师碾压型获胜 这也赢得了台下同学的一片掌声 接着胡老师就拿出一套试卷 要同学们在三十分钟内做完 因为学习数学没有任何捷径 最好的方式就是采用梯海战术 而胡老师也想借此机会 看看13班学生数学的真实水平 但上交的试卷没有一张令他满意的 就在这时雨山提交上最后一份试卷 胡老师却眼前一亮相发现了宝贝 就这样十一班有了新来的数学老师 而到了下午的英语课 比起上午古板无趣的数学课 大家显然更喜欢这种教学方式 接着雷铭拿出了学英语的秘密武器 他特意将一百首中文歌改编成了英文版本 你们包含了所有最常考的英语词读搭配 和一混淆的词汇 这种互动有趣的教学方式 很快就将所有的同学都融入进来了 雷铭宣布以后每天中午都要唱英文歌 还只派江青朗当英语课代表监督大家 可还没等江青朗开心多久 他的妈妈却气冲冲地找上了门 我们距离高考还有一年 这位雷老师还在带着学生唱口水歌 这种匪夷所思的教学方式 我一定会如实地在家长群里向大家反应 他认为这位老师是在误人子弟 还扬言要让校长给他的孩子转班 为了能让江青朗留在十一班 雷铭和青朗妈妈打了一个斗 江青朗考过九十分就让他留在十一班 如果江青朗没考过 那就让他转回桃李斯吧 面对这样的好事 青朗妈妈答应了 因为他相信自己孩子的水平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考到九十分 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回到重点班 晚上江青朗正在和妈妈视频 妈妈却说已经安排好了他去桃李班 江青朗很不解明明答应等考试结果 但妈妈的一句话却让他哑口无言 按你真实水平 与数外 你也就几十 几几天能过九十啊 江青朗很失落就连妈妈都不相信他 妈妈觉得只有在重点班的环境下 才能真正意义上地提高学习成绩 江青朗很难过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随后他就找到了宇阳帮忙 想让他在考试时给自己放水 因为江青朗自己也没有信心 能在六天内将成绩提高到九十分 不吃不喝不睡 我也考不到九十分啊 见宇阳迟迟没有开口回复他 于是江青朗说要给宇阳五百块报仇 他的行为却把一旁的李然给惹毛了 我替他说吧 不行 李然怒斥江青朗这种可耻的作弊行为 还说他被抓到后大不了就换个班 而其他人都会因他的错误受到牵连 江青朗听后很不爽起身回怼道 李然你分还没我高呢 绝个几天就能及格啊 可能吗 那你留在这干嘛 你不想上就趁早滚蛋 没有你妈你考得进明英吗 那你怎么进的明楼 考卖惨吗 李然见江青朗还嘴硬要给他一点教训 眼看双方就要打起来了 众人也赶紧上前拉架 没想到宇阳却被误伤撞到了头 宇阳你没事吧 宇阳学长你没事吧 没事吧宇阳 江青朗将这件事全怪在李然头上 李然愤怒地朝江青朗 好在最后没有人受伤 可荣主任却揪着这件事不放 他认为这件事对学校的影响很大 于是特意找到高校长汇报 声称德育处商议处一个处理方案 觉得要在十一班里抓一个典型 刚好可以树立下学校的威信 而高校长心中却已经有了答案 不过度关注 也不过度打压 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第二天江青朗并没有来十一班 这也导致其他同学无心上课 为此桑老师专程找到江青朗 但他不是来劝江青朗回十一班的 而是特意来看他的笑话的 别装了 你就是害怕 害怕自己考试考杂了 但是你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考杂呢 我百分百确信 你一定不会考杂 最后江青朗同意了和桑老师回去 等江青朗回到座位上 却发现桌上放了很多笔记 原来这些都是小伙伴给他的帮助 这一刻让江青朗感动不已 最后边小小拿出雷鸣的重点笔记 要江青朗全部都背下来 疯了吧 这么多 我要有这本事还来什么十一班 死基因背当然背不过了 没有记忆方法 就算是背过了 考试也会忘 只见雷鸣推上来一个小黑板 上面正是他接下来要讲的记忆秘籍 有了这棵树 再加上爱彬豪斯的记忆法 你们还说背不过来 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我知道 就是在脑子里种树呗 为了帮同学出一口恶气 十一班全体人员出动给他撑腰 当着全班人的面教学这个学霸 因为这个外表看似清秀的学霸 背地里竟然是校园霸凌的主 原来李然建议勇为得罪了沈耀 于是就遭到了对方的打击报复 沈耀不仅毁掉了李然唯一的电脑 还将李然奶奶叫到学校当众羞辱她 是你喊我奶奶来的 有几本复习资料帮带了 甚至要求李奶奶每天都给她送汤 李然气不过想要教训她 可毕竟祖孙俩现在还寄人理想 李然也只能忍气吞声 但她不想奶奶太辛苦了 于是称自己来给沈耀送汤 不够麻烦你送到我们班门口去 就这样李然每天都来校门口拿汤 然后再将汤送到沈耀的班级门口 而沈耀却过分地让她在门口等着 喝完了还让她把碗送回去 沈耀就像庸人一样使唤着李然 而李然也只能强忍着这般羞辱 因为她不想奶奶丢了保姆的工作 刚好这天李然送汤时被同学撞捡 他们在食堂看到过李然的遭遇 决定要教训下这个仗势欺人的沈耀 于是第二天等李然去给沈耀送汤时 十一班所有人闯进了沈耀的班级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讽刺沈耀 他们要以牙还牙 让沈耀也尝试这种被羞辱的感觉 江青朗浮夸的演技直接炸裂了 同学们都全神贯注地看着表演 雨山当场揭穿了沈耀的真面目 你上下学车接车送 吃个补品还让同学送班门口 怎么着 想让妈闭啊 要不要喂你 这让沈耀三好学生的完美形象 瞬间在同学们心中崩塌了 沈耀气急败坏地走出了教室 等沈耀走后 雨昂却说了句谢谢 因为她就是那个被霸凌的男孩 她到最后才知道是李然帮了她 这件事后十三班凝聚力更强了 晚上江青朗蒙着被子在看书 生怕自己的光会影响其他人 而不善言语的李然看到后 却以借光的理由陪她一起奋斗 紧接着雨昂也跟着加进了队伍 就这样十一班集体熬夜看书 他们不想让江青朗离开十一班 因为江青朗摸底测试考不到九十分 就要听从他妈妈安排转到其他班级 虽然这群小伙伴才认识不到一周 但他们却成为了不可分割的队友 他们将这美好的一幕记录了下来 之后的日子里他们一起读书 一起吃早餐 似乎已经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 可他们匪夷所思的行为 经常会遭到一些同学的质疑和嘲笑 而这种奇葩的教学方法 正是雷鸣给他们提高记忆的秘密武器 用记忆术的方法关联知识点串在一起 在短时间内可以快速记下更多的知识 经过六天的刻苦学习 他们也迎来了集训最后的摸底考试 这也是江青朗能否留在十一班的决定性考试 江青朗很紧张很多题都想不起来 他慢慢回想起和雨昂一起学习的时刻 突然就记起来了 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考试 江青朗也交上自己满意的答案 可宣布成绩的那一刻他失落了 江青朗89 大家听到这个结果都难以接受 可唯独青朗的妈妈却很开心 因为雷鸣输掉了赌约 这也意味着江青朗可以顺理成章去重点班了 大家都依依不舍地看着他离开 就在这时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这么中二的词也说得出来 再等一下吧 不用欠了 三老师 愿主服输 走吧青朗 150分的卷子 各位连一半都没考到啊 通过十天的封闭式积蓄 大家的成绩却让人大失所望 晚分150分的卷子 他们就连一半的分数都没有考到 而班上唯一考到89分的江青朗 还被妈妈带回了家要给他转办 同学们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 觉得这么多天的努力都白费了 此时他们很想得到雷鸣的鼓励 却没想到迎来的竟是一顿嘲讽 复习过的全没考 没复习就全做错 学到死 累成狗 付出了学霸的努力 最后得到个学诈的分数 这种在伤口上撒盐的滋味 让每位同学们心里都不好受 一种发自内心的不甘心油然而生 如果用一个准确的名词 形容你们现在的感受 那么故事后悔 而是不甘心 接着雷鸣告诉他们 要时刻记住这种感觉 因为在未来的一年里 他们还要经历更多的失败 但这些都没有关系 哪怕你们考得再差 跌得再惨 只要不甘心 你就会想要再来一次 想要做得更好 桑老师不想看到大家失落的样子 最终还是把真相告诉了他们 把序号是质数的题找出来 同学们惊讶地发现这些题都做对了 因为非质数的题都是超纲题 在他们这个阶段根本不会做 这都是雷鸣故意安排老师出的 以你们现在的能力 根本就驾驭不了 也就是说 这12道质数题 才是你们的真实水平 只要这12道质做对了 就不枉费最近的努力 最后雷鸣宣布集训到此结束 同时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阶段目标 紧接着雷鸣宣布了下个阶段的任务 他得所有人都放假三天回家复习 但要求保持跟集训一样的作息习惯 由班长羽山负责监督 话音刚落江晴朗就满心欢喜地回来了 原来晴朗妈妈看到他这些天的努力 也看到晴朗在十一班真的改变了很多 他也放下了以前对普通班的那些偏见 将晴朗的回归也让五人小队重新集合 放假第一天所有人都准时在群里报道 经过十天的集训他们养成了作息规律 虽然每个人都很自觉地打卡看书 但家里琐碎的事难免会影响学习 以至于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回学校 这天早上李然洗漱完经过客厅 却被沈叔叔叫住 一会儿要要上物理竞赛课 你要是想听就一起听听吧 本来李然是不感兴趣的 但沈阿姨却说李然没学过竞赛 认为李然跟不上沈耀的进度 李然不服气便答应下来 物理老师拿出两套试卷 要先测试下两人的物理水平 这是去年的初卷 十六道题 满分两百 开始吧 沈耀有条不续做得很轻松 而李然紧张到在试卷上乱涂乱画 沈父觉得这次的比赛毫无悬念 但沈耀还是被最后一道题难住了 老师改完沈耀的试卷后一顿夸赞 不错 最后一道大批啊 其实已经超纲了 做不出来呢 也很正常 但沈父明显还不满意沈耀的成绩 而沈耀听到动静却被吓得一激灵 可当老师看到李然的卷子却傻眼了 李然竟然做对了最后一道超纲体 他好奇地询问李然的解题思路 边做卷子 边自我总结公式 然后用前面的填固和选择来检测 边才 可当老师看到沈父的表情后 立马改口说道 但是你这个基础啊 还是才入了点 只见沈父走到沈耀身边嘲讽他 然后又走到李然身边对他一顿夸赞 而这句话也让李然想起了父亲 总感觉沈父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女孩参加完集训后刚回到家 却被继父诬陷偷了家里的钱 他一脸无辜刚想要解释 就被身旁的母亲打断了 面对母亲的不信任女孩很委屈 而这种被诬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原来从小到大父母就偏袒弟弟 明明是弟弟自己不小心摔倒了 可母亲却将这事怪罪在他头上 虽然他早已习以为常了 但这件事他不想再容忍下去 于是羽山当面硬刚继父 你怎么不问自己亲儿子呢 但继父却无条件地在维护儿子 他一个初衷生 要那么多钱多啥子 母亲见状当起了何事老 竟然让羽山向继父先认个错 面对质疑和不公羽山忍无可忍 他让继父去调出麻将馆的监控 看看到底是谁拿了店里面的钱 话音刚落却把一旁的弟弟吓坏了 常传你跟我姓 胡说八道什么 羽山的话彻底将继父给激怒了 不要亲眼看到你偷钱 你才很是 羽山一气之下将书包扔向继父 母亲赶紧拉着羽山说他不懂事 继父也没顾及羽山的面子 当着纵人的面要搜羽山的房间 可并没有找到实际性的证据 继父气急败坏地只能怒骂羽山 店里的顾客劝说让羽山服个软 毕竟这么多年都是他继父养家 做人的 我好歹 继父听后更加生气了 直接把羽山的东西全扔了出去 还要把他赶出家门 羽山看到心爱的娃娃被丢在地上 于是捡了起来小心地擦拭干净 却被继父误以为钱藏在娃娃里面 钱是不是藏在里头 他一把抢过羽山手中的娃娃 甚至还用剪刀将娃娃全部剪开 羽山看到心爱的娃娃被剪烂了 他情绪崩溃地大叫一声 随后就抄起桌上的茶杯 就在这时同学边小小阻止了他 小小谎称老师叫羽山回趟学校 拉着羽山就匆匆离开了麻将馆 他们来到了一家面馆 羽山点了一份店里最辣的面条 试图想用辣椒来掩盖委屈的泪水 等两人吃完面后早已泪流满面 这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发泄方式 看着对方的脸两人相视一笑 边小小还主动讲述了他的故事 这个外表看似阳光开朗的女孩 却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为了留在大城市里读书 他只能寄宿在亲戚家里 每天都想方设法地去讨好亲戚 他很明白羽山待在家里的感受 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 他相信羽山并没有偷钱 这天桑老师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 于是发信息给雷鸣想和他聊一聊 可雷鸣却忙着相亲没时间搭理他 怎料桑老师不死心 直接堵他来到了相亲现场 原来桑老师早上发现学生的问题 想找雷鸣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不料雷鸣忙着相亲没空搭理他 而桑老师却惊讶地发现 雷鸣的相亲对象竟是自己的闺蜜 于是桑老师就来到相亲现场接他 结果两人因学生问题聊了起来 却把雷鸣的相亲对象晾在了一边 女人觉得自己才是那个电灯泡 我知道你们没有什么情商我可以理解 但是拿我当空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没有啊 两人的默契让女人很是无语 她只好找了个借口先行离开了 等闺蜜走后 桑老师开始分析学生们的心理问题 觉得很有必要组织学生家长来谈话 就在这时服务员突然端来两杯饮料 两杯臭味相投 刚才这周先走的牛女是为二位点的特条 第二天桑老师请来了学生们的家长 并要求家长们完成一项特殊的考试 这让在座的家长都一头雾水 我这就两道题 希望大家能仔细思考认真作答 随后桑老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问他们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家长 家长们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 那我们来第二道题 然后桑老师拿出一份调查问卷 让各位家长都如实填写 很快结果就统计好了 接着桑老师宣布归纳出几种类型 然后就分析每个家长类型的例子 下面的家长听后都开始对号入座 殊不知他们孩子正在教室外偷听 控制型家长 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教育孩子 干涉孩子 桑老师的话让雨洋想起了自己的经历 他妈妈就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在雨洋学习上父母一直存在分歧 父亲觉得他要是考不上大学 就和自己去学开卡车靠手艺赚钱 而妈妈却极力反对 如论如何都要让雨洋考上大学 他要让雨洋有学问将来当白领 还帮雨洋安排好了未来的规划 完全没有给雨洋选择的机会 妈妈的控制欲让雨洋很害怕 于是他躲进了房间里想要逃避 可妈妈却在门外疯狂地敲门 雨洋被吓得不敢开门 而这时妈妈又开始了亲情绑架 父母也因此在外吵得不可开交 妈妈甚至拿菜刀把门锁给提了 最后雨洋只好打开了门 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今年没考上就跟你去跑车 而今天桑老师特殊的家长会 也让雨洋妈妈感受到一丝惭愧 台下的家长们都开始反思 都纷纷询问老师正确地解决办法 从今天起不要过度关心你的孩子 不要对孩子做过多的安排 未来的一年里 你们的孩子每一天都想在打仗 在这场战役里边 也许他们真正所需要的 并不是各位之前所想的 今天这场考试就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 每一天都可以补考 为了激励学生考出个好成绩 老师竟然给每个人都发红包 每超过450亿分就是100块钱 雨洋 44分 程宇山11分 他不仅奖励超过分数线的学生 就连没过线的也是相同的待遇 我把你们下次月考的奖励金给预知了 没人一千 却没想到他这么做竟是在投资 而这些学生就是他赚钱的工具 原来雷鸣在例会上立下军令状 这次月考他的班考不到450分 他就会向学校提交彻班申请 可班上学生听到后都难以置信 一个月前他们平均分都不到300分 如今却要他们考到450分 大家都没有信心能做到 但雷鸣却信心满满地让他们照做 接下来的日子同学们被分组上课 雷鸣每天都盯着他们的学习状态 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他的最终目标是带他们考上清北 其实雷鸣早就和一家公司谈起合作 他要借这五名学生考上清北的事迹 重新打造自己在教育界的名声 程宇山 他属于是引流款 李然 年轻人最喜欢的逆袭七纪 江青老 这小子还会说话 等11班的营销正式拨开之后 他是第一个有粉丝团的 这边小小 很快就到了高三首次月考的日子 大家都很紧张 这场考试关乎到十一班生死存亡 每个人都很仔细地审题作答 生怕会因疏忽丢掉不该试的分 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放导之日 十一班全体同学早早来到操场等待 大家都紧张地盯着大屏幕不敢眨眼 第一个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是羽扬 他以494分的成绩成功过线 接着就是羽扬考到了461分 最后秦郎以455分压线通过 可惜李然和边小小还差一点 同学们开始在一旁安慰两人 与此同时 萧主任在会议上宣布 因十一班两人没有过分数线 要让雷鸣主动提交撤班申请 而这时雷鸣却淡定地起身说道 萧主任 这不是搞错了 怎么考过来啊 十一班的平均分 452.2分 这种赖你也好意思耍 这怎么是耍赖呢 这叫班级荣誉感 一个班就应该一条心 反倒是萧主任这边 动不动就是拆班实现啊 我们都是坐着 百米冲刺的准备上的场 那没想到还是夸篮跑来 萧主任气急败坏地想要回怼 但看到校长在场 他只能压住怒火 雷鸣这次也算是保住了十一班 晚上同学们都闷闷不乐来到餐馆 以为雷鸣是请他们来吃散伙饭的 结果雷鸣一来就给他们发起奖金 桑老师当即指责雷鸣 学习对你来说是一本生意是吗 来告诉他 你们学习不是为了赚钱 却没想到大家都一口同声地说道 谢谢雷鸣 次日雷鸣分析起月考的失利原因 就是他们选科的逻辑出现了问题 因为在座的不是家长替他们选的 就是凭自己喜好选的 没有一个人是用科学的方法选的 新高考这么千载难逢的差生福利 就被你们白白浪费掉 选科正确 比做多少题都管用 接着他开始展示黑板上的大数据 并且已经帮每人分配好最佳的科目 因为纯理组合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这样考上清北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 而桑老师却当面反驳雷鸣 认为他这一厢情愿的决定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的感受 桑老师你走进社会也有三五年了吧 你还没有发现 什么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 愿不愿意 在这个成人世界里毫无意义吗 听到雷鸣这么说 桑老师觉得雷鸣存有私心 并不是为学生好 你可以为了你这个所谓的升学率 不择手段六亲不认 但请你不要装出一副为他们好的样子 你真是伪善 课后雷鸣通知所有人下午上实践课 要带他们去看看社会的真实性 结果雷鸣直接就带大家来到招聘会 还说这就是他选课的另一层原因 因为这些科目可以提高就业率 这次带他们亲身体验当一天面试官 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社会的残酷性 很快就来了第一个面试者 他研究生毕业金融专业的高材生 但雷鸣发现他本科的专业是哲学 于是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会换专业 哲学了 喜欢不能当饭吃 我对薪资要求不会太高 五千 第二个面试者是应届本科生 优点就是踏实能干愿意加班 六千难行 接下来的这位还是雷鸣的小学妹 同样也是清北的高材生 不仅在校担任过学生会主席 而且还在知名教育机构实习过 对方的优势很明显就体现出来了 雷鸣好奇地问对方面试了多少家 15家 到手三家offer 底薪一番二 女孩自信地说道 我那个公司带来更大的价值 最后的一位面试女孩是专科毕业 她在校有过运营校公众号的经验 可当她看到桌上的简历后 却不自信地询问他们招不招专科 你对薪资的期待是什么 三千五 税后 面试结束后雷鸣让大家说下感想 并且还让他们选择合适的静听者 雨山选择第一个读研的男生 因为看似性价比最高的一位 边小小觉得肯定选清北女孩 不仅优秀而且实习经验丰富 但李然却看不惯她 雷鸣解释HR都喜欢名校毕业生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名校很难考 而这些能考上名校的人 他们学习能力意志力都优于常人 这就是常说赢在了气跑线上的人 相反而言如果没有优越的敲门砖 就算是自身能力非常优秀 也要让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来发掘 可在这个竞争力的社会 没有人会浪费过多的时间和耐心 就在这时桑老师回来了 他非常不认同雷鸣的说法 原来他刚在卫生间碰到清北女孩 还说他保温杯里装的是功能饮量 卸了装的黑眼圈比鸡蛋还要大 他这么努力的原因 就是为了拿到更多的offer 来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桑老师又说到研究生学历的男生 他撞见对方躲在楼梯间撕回简历 综合以上的观点 桑老师觉得最合适的是专科女孩 但所有人都没有关注到她 因为当她说出是专科后 就没有人再听她的介绍了 你说考上清北是逆天改命的唯一途径 那也只不过是在一群终身竞争者里 几个可悲的生还者罢了 可雷鸣没有反驳桑老师的意见 只是让他回答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他不是研究生毕业 就凭他普二的学历 不可能在排名前三的名音任职 所以说桑老师 学历重不重要 从你自己的行动 不就已经回答了吗 雷鸣的话戳中了桑老师的痛点 桑老师觉得和雷鸣里面完全不同 于是称自己要退出十一班的教学 但我也想请你们记住 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 愿不愿意这件事 只要是人 就一定有意义 这个老师徒手将苹果一分为二 刚好分给台下两学生一人一半 吃苹果 醒醒 因为两人听他的课快要睡着了 吃个苹果可以提神醒脑 紧接着他又提来两大桶水 要让面前的学生全部喝掉 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体罚学生 而是在帮他们提高学习成绩 原来他就是雷鸣请来的历史老师 被学校称为行走的历史百科全书 怎料齐老师第一天来上课 却被学生误认为是家长走错了教室 您是家长吗 老师不在 因为看他的装扮根本就不像是老师 结果齐老师上的历史课太无聊了 学生们听着都打起了瞌睡 他知道枯燥乏味的历史课没意思 于是使出了独创的看家本领 只见齐老师拎来两大桶水 然后抱着一个巨大的头子 便开始宣布了游戏规则 只要转到头子上的数字后 就说一个带相同数字的历史事件 可以翻书但必须在一分钟内作答 超时或者答错就要接受惩罚喝水 很快一大桶水就被两人喝得见底 但他们惊讶地发现在游戏过程中 已经记下了平常记不住的知识点 他刚才虽然说错了 但是这次呢 声音洪亮 吐字清晰 需要表扬 接下来这位练太极的是地理老师 他采用身体记忆法配合体验派教学 将地理知识融入到太极的每个招式 全为寒 胀为暖 毕竹 寒牛 让学生亲身体验达到联想记忆的功效 最后来的这位物理老师才叫厉害 他刚到学校就遭到全校学生的围观 这个老师不待在教室里上课 却带着班上学生到户外直播 可承想刚开播就被人从背后偷袭 这下老师怒了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你们几个 过来 而这时直播间的人气也突然暴增 原来这都是雷鸣给他设计的人设 起初老B根本不愿意来明龙认脚 毕竟当老师没有他当网红传的多 可接下来雷鸣的话却改变了他的想法 我看过你之前的用户画像 我发现他们对于教育产品的购买力很弱 加入11班之后 你会收获什么样的用户呢 全国的高中生 老师 家长 最终老B同意来11班做物理老师 但必须答应不会影响他更新视频 并且同意他在11班搞个线上直播 结果老B直播第一天却出现了状况 平白无故被一个飞来的足球袭击了 你们几个 过来 网友们纷纷称是剧本在搞节目效果 可老B被砸后并没有生起 还要当场测试这位同学的角力值 只见他先剪下刚才留下球印的衣服 然后再将衣服碎片平放在电子秤上 最后把足球死死地按在球印上 只要足球和球印重合 就是刚才足球打到他身上的力度 感谢大家顺便收看了一场出动力 老B这种有趣的教学方法 不仅让现场的同学听得津津有味 而且又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 看台上雷鸣刻意请来桑老师观摩 但同时也遭到了桑老师的质疑 学着这种博取眼球抓流量的方式 不是为了教学生而是在取悦粉丝 雷鸣当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有一天 所有的老师都配备了一套完整的 及时反馈评分系统 学生可以随时选择点赞 也可以选择器具 到那个时候 你看哪个老师还敢摸鱼 义务质教育是国家的福利 但不是老师居高临下的特权 学校里面全都是有趣有爱又有招的老师 你看学生还去不去那些校外机构 花园往前 这让桑老师对雷鸣重新有了认识 由于在招聘会上两人的理念不通 桑老师就主动申请退出了11班 最后返回到了校心理咨询室工作 但11班全体学生都舍不得他离开 集体跑来劝桑老师能够回11班 还说自从桑老师离开后 雷鸣就茶不思饭不想情绪低落 每天都顶着一对黑眼圈来上课 对他们也不关心总是爱搭不理 桑老师听后心软了准备回去看看 于是称有东西在办公室要回去拿 怎料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 就听到办公室里很是热闹 等桑老师打开门后傻眼了 雷鸣正被一群年轻的老师围着 看着在场的每个人都有说有笑的 桑老师气得摔门而出 这下同学们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等雷鸣晚上来养老院看父亲时 却意外撞见了桑老师 原来他是父亲曾经教过的学生 雷鸣不知该怎样回答 但还是邀请他参加明天的学农 还称自己一个人带不了那么多学生 不出意外桑老师拒绝了他 老师带着班级学生下乡体验农耕 可他们刚上车就遭到别班的排挤 明明有空位就是不让他们坐 因为他们班是全校垫底的插班 没办法几人只好坐到最后一排 很快就到了发车的时间 但坐在最后一排的江青朗却说 我们还差一个老师呢 肖主任见状只好让司机先等等 可眼看其他班级的大巴都走了 司机也急了不断催促他们 雷鸣只好借人垃圾来拖延时间 因为他相信桑老师一定会来的 等雷鸣刚走 逃离二班的学生就等着不耐烦了 肖老师 你们快点走吧 有些同学开始抱怨 李然气不过想要上前理论 好在雷鸣及时赶回来阻止了他 雷鸣看了看手表心里嘀咕着 接着雷鸣就来到驾驶室 恳求司机能再等一下 就在这时桑老师终于赶到了 他是看在雷鸣父亲面子上才来的 雷鸣最终还是放下面子服了软 称自己在招聘会上讲的话过分了 桑老师看雷鸣诚恳道歉原谅了他 而肖主任这时宣布了学农的评分制 要逃离二班和十一班组队一起参与 可他的提议遭到逃离二班全员反对 觉得待他们肯定会拖自己班级后腿 认为他们只配合松柏班一起组队 雷鸣看到他们瞧不起自己的班级 当即宣布十一班独立成组 这次参加学农每个人都很开心 但唯独边小小全程的一脸忧虑 因为这次学农地点是他村庄的果园 边小小不想让同学们看到他的父亲 于是让父亲当天不要去果园做事 到站后便小小躲在座位不敢下车 他谎称自己肚子痛想待在车上休息 谁知雷鸣早就识破了他的小心思 眼看忽悠不过去边小小只能妥协 但他还是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 生怕被村里的人认了出来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边小小躲在角落低着头一声不吭 因为他看到父亲正在给同学发午饭 而父亲的帽子不巧被一个学生撞掉了 女生捡起帽子还给他却被吓了一跳 男子慌张地收拾帽子生怕给女儿丢脸 而边小小看到父亲后默默转过头去 周围的同学们也开始议论男子的脸 这时雷鸣拉着男人坐下一起吃饭 但他婉拒了雷鸣声称自己刚吃过 这么辛苦啊 每天都这么忙吗 我今天是请假来的 但是他们人数不够了 非要让我来 没办法 而他说这么多就是想跟女儿解释 父亲觉得给女儿丢脸了很自责 他不敢当面把饭菜递给女儿 只好放在了地上默默地离开了 午饭过后就到了第一场比赛 昆虫识别数量最多的班级获胜 同学们都纷纷开始采集起昆虫来 但昆虫识别还是桃里二班略胜一筹 而这时有一位桃里二班的女同学 借着讲解害虫的知识讽刺十一班 就像那些差等生一样 说谁呢 还极具攻击性 害人害己 这就是妥妥的害虫标签 最后引发争论两班差点打了起来 果农大叔只好附加一道提笔胜负 我们为什么需要害虫 问题刚出桃里二班学霸就强达到 生物群落中的种坚关系 害虫和异虫有竞争有捕食 因为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异虫 缺少了种坚竞争和天地控制 加上大量食物 那么异虫也会大量繁殖泛滥成灾 最终变成害虫 所以我们才需要害虫 羽扬不仅答对了 而且还没有磕霸 最终十一班在第一关取得了胜利 到了第二关摸鱼比赛 桃里二班校篮球队的各个身手敏捷 不一会儿就抓到了五条鱼 而十一班却一条都没有抓到 到了第二回合 桃里二班的学生发现十一班作弊 江青郎伪装后反复上场被逮住了 两个男生跟咱两个女生打公平吗 哎 边小小受不了桃里二班嚣张的嘴眼 于是他站了出来 抓鱼对于农村长大的边小小而言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我单挑你们两个 再多加两个 四个 八个 十个都行 随便吧 只见女孩腰间别着鱼框就下水了 面对树士明壮汉 他丝毫没有畏惧 因为抓鱼讲究的是技巧不是蛮劲 这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而言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但岸上的同学和老师还是很担心他 可承想下一秒 边小小就轻松地抓到了一条大鱼 大家难以置信地松了一口气 而这时边小小却在喃喃自语 一边抓鱼一边传授抓鱼技巧 同学们在岸上为他加油打气 雷鸣看到边小小的表现很放心 鱼是悠闲地在一旁钓起了鱼 伴随着一阵欢呼声比赛结束了 最终边小小以高比分碾压这群学霸 晚上里然找到边小小询问手环的事 没想到远处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 沈耀误以为里然将他的秘密泄露了 原来早上沈耀听到两同学在讨论 关于一般有同学自残被劝退的事 因为当初里然撞见他在厨房自残 沈耀害怕里然会将这事说出去 于是就单独约他到山上谈判 没想到里然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反过来还威胁其沈耀来 所以沈耀看到里然在和边小小说话 就误以为里然将自己的事告诉了他 于是就威胁起准备回家的边小小 边小小气愤地回怼道 却没想到此话刺激到了沈耀 沈耀情绪激动地抓住他的胳膊 边小小情急之下掏出防茫喷雾剂 对着沈耀的脸上就是一顿乱喷 边小小害怕得一路小跑不敢停歇 却没注意脚下一滑摔到了土坡下 等边小小醒来腿已受伤不能动弹 他强忍疼痛用衣服做了简单包扎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却听见了爸爸的声音 边小小看见爸爸的那一刻没忍住 抱着爸爸就哭了起来 随后他就拿出送给爸爸的礼物 因为他知道爸爸经常说眼睛痛 所以专门买了一副墨镜给他 不料刚才摔下来的时候压坏了 而这时边小小却开始自责起来 他哭得并不是摔碎的眼睛 而是当初伤了爸爸的心 在回去的路上边小小向爸爸解释 与此同时大家发现两人不见后 都焦急在四处地寻找 这时李然找到了靠在树下的沈耀 原来他被蛇咬了腿已经不能动弹 而且手机没有电无法护救 李然脱掉衣服为他包扎伤口 然后背起沈耀就要返回基地 沈耀看到李然的鞋子后说道 最终沈耀被及时送上了救护车 晚上基地举办了篝火晚会 边小小特意来感谢了雷明 是他通知了爸爸自己才能得救 雷明看到边小小的伤势 询问他要不要去医院 接着雷明给边小小提到云学习 想让边小小用自己账号弄一个 但边小小觉得现在这个模式太普遍 想要靠这个出圈的话实在是太难了 而雷明接下来的话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其实雷明早已帮十一班的每个学生都规划好了他们未来要走的路 他物理考了全年级第一 却遭到班主任的诬险 但班主任不相信他这个学渣说的话 因为男生的总成绩在全校排倒数 班主任甚至为了让他承认作弊 还对其进行了人身攻击 怎料男生也不惯着他 当场揭穿了班主任丑恶的嘴脸 其中考的物理大题 你在课外开的补习班里都讲过 期间透题了 他们都背不对 补习有个屁用 班主任气急败坏地怒指他 男生听后愤怒地要上前揍他 好在被其他老师拉住 才没酿成不良的后果 最终班主任因私自在外办部习班 被学校给开除了 但这件事却对李然影响很大 自此他就开始厌恶学习物理 直到高三时遇到赏识他的老师 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 雷明让李然参加全省的物理竞赛 获奖就可以弯到超车逆袭上青北 但李然却说不感兴趣转身就走了 这天宇阳急匆匆地跑到教室里 声称李然进入了物理竞赛的副赛 同学们都纷纷跑来祝贺他 什么时候报的名啊 原来当初李然听从了雷明的建议 还是抱着世事的态度去报名了 但老师觉得他没有系统学过竞赛 拒绝了他的报名申请 就在这时沈耀突然来了 还说李然和他是在家里上的私教课 老师听后同意了让李然报名 之所以沈耀这次会报他 是为了报答李然的救命之恩 虽然李然物理天赋极高 但他并没有上过系统的培训班 根本不知道物理竞赛怎么学习 于是他在网上搜索自学的教程 怎料刚看到关键点就开始要收费 李然只好来到培训机构咨询 可当他问到价格时却被吓傻了 而最低的培训费用也要9000多 他的家庭没法支撑起这项费用 于是李然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 这天物理老师老必拿出一打资料 要让李然全部都搞懂 因为这次物理竞赛有2000人进入复赛 只有前15名才能进省队参加决赛 李然看到这来自不义的资料 他还是艰难地说出了口 李然被感动到眼含泪光 此刻他发誓不能辜负雷明的信任 晚自习时边小小拿出手机直播 这就是雷明让他做的云端自习 要让广大网友来监督他们学习 此直播一出引发了校园的热议 大家都纷纷效仿开始直播自习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就连老师也很欣慰轻松了许多 很快云学习热潮就登上了热搜 网友和媒体们对此褒点不一 就像人多吃饭会更香 学习也是一样 我觉得直播学习是种陪伴吧 很暖很有安全感 学校为此也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校规明令禁禁止学生私带手机 于是高三年级 肖主任召开专项会议 要讨论戒断学生手机的实质性方案 可大部分老师都觉得直播学习很好 现在大家的学习热情 确实比以前好了很多 肖主任把这棘手的问题甩给了雷鸣 谁知一向和他作对的雷鸣 今天却反常地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 智能手机 这对于学生来说那就是红水蒙兽 必须得延长 红线不得蒙 雷鸣刚说完又补充了两点 接着说到直播学习带来的好处 因为他想到一个两全的好办法 既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又不能违反校规 可以利用每个班级内的摄像头 通过校网统一进行直播 这不仅可以杜绝学生带手机来笑 而且还可以达到直播学习的效果 晚上边小小开启了最后一场直播 要给参加物理竞赛的李然一个惊喜 全班同学都为他加油打气 很快十一班的帖子就登上了热搜 雷鸣的电话都被媒体们打爆了 但他坚持保护学生不接受采访 这天十一班全体师生来送李然 他们都在为李然加油打气 老师也挨个叮嘱李然注意的事项 把错过的题再过一个 对 少喝点水啊 记得我教你的腹式呼吸 一定要注意加快乐卷的速度 考的都会 答的都对 没问题 可以的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洪亮的声音 原来是李然原来班级的同学 他们都是来为李然加油打气的 为此还特意准备了加油的口号 龙海李然 到处崩潰 龙海李然 到处崩潰 这把车上的学伴们看得羡慕不已 李然眼含泪光很是感动 下午雷鸣正准备下班回家 却看到一群学生冲向教学楼 他们口中都传是李然要跳楼 雷鸣吓坏了赶紧跑上前查看 到了楼下大家都说李然在上面 雷鸣马不停蹄地就往楼上跑去 可奇怪的是当他跑到楼顶时 面前的那人并不是李然 而身后的同学老师也突然不见了 原来这就是困扰雷鸣多年的心魔 女学生半夜突然闯进办公室 确实要和她的补习老师表白 因为她把对方的关心当作是爱 还精心选了一份礼物送给老师 可男老师却冷漠地拒绝了 却没想到这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第二天女孩就在楼顶跳楼自杀了 雷鸣因此也受到了牵连 她从万人敬仰的网红奖室跌落神坛 人们都纷纷猜测当晚发生了什么事 但雷鸣为了保护女学生的生育 她不得不扛下所有的舆论压力 而教培机构为了自保 还把雷鸣给开除了 结果媒体找不到雷鸣的下落 只能堵在雷鸣父亲的家门口 要让雷鸣出面给公众一个交代 却没想到雷鸣在媒体的威逼下 竟然承认这件事是雷鸣做的 晚上雷鸣找到雷鸣 可刚进门就开始指责他 雷鸣知道他现在已经没法解释 雷鸣还说当初就是没有听他的 非要去教培机构当老师才害了自己 甚至还说雷鸣做错事还不知悔改 雷鸣听到父亲始终不相信自己 情绪崩溃的他终于反驳了父亲 你说谁不知悔改 从小到大雷鸣无论多么的努力 都得不到父亲的认可 你儿子更需要一个父亲 而不是需要一个老师的时候 你在哪儿 那我现在被全世界指责 被讨伐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人在这儿呢 在电视上 你说 感到后悔感到遗憾 然后跑到我的家里来 说我不知悔改 雷鸣感受到这些年对儿子的亏欠 但现在已经为时已晚了 他俩之间的隔阂 不是三两句就能化解他 从此刻开始 我不需要你的认可 因为我不是和你雷鸣周 雷鸣说完就把父亲赶了出去 原来当初雷鸣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才导致今天这般不可收拾的局面 三个月前雷鸣向父亲请教一个问题 他的考研班上有个性格古怪的学生 学习成绩一般 家庭条件一般 而且还经常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 但好在他的学习态度不错很上进 雷鸣说着孩子内心自卑需要开导 在适当的分寸 伸出援助之手 帮他减薪压力 最重要的做学生的朋友和家人 雷鸣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不仅学习上 给予该学生更多的关心 而且还拿自己的工资 贴补他的生活 果然很有效果 女孩成绩明显提高了 但他却把雷鸣的关心当成了喜欢 在结业的那天晚上 向雷鸣表白 结果被雷鸣拒绝后 女孩接受不了打击 选择了跳楼 这件事也成为了雷鸣的心结 导致他最后还患上了抑郁症 他竭尽所能帮助女孩的妈妈 但这么多年也没得到对方原谅 而雷鸣的事业也受到了重创 自从他离开了教育领域 创业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父亲被查出了阿尔茨海默病 疗养院一年的费用就要三十多万 雷鸣不得不重新做回了老本行 在好友引荐下他来到明龙中学任教 可他的工资还不够付疗养院的费用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雷鸣找到老东家要和他们合作 要帮助他们打造一个高考逆袭的IP 于是雷鸣创办了只有五人的十一班 要带领全校店底的学渣逆袭上清北 经过三个月时间的打造 班上学生的成绩确实提高了很多 但距离考上清北还存在很大差距 雷鸣只能利用编小小岗学习直播 成功将十一班打造成了网红班级 这让他在网络上抓到了流量密码 王总看中了雷鸣的才华要收购他 因为现在十一班的流量价值很高 要是等高考后十一班没人考上清北 到时候雷鸣的项目也就一分不值 你现在放手有钱有颜面 雷鸣陷入两栏中他选择了沉默 这天十一班学生刚到学校门口 就被两名陌生人拦了下来 男子称他是雷鸣的好朋友 还说雷鸣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这群高中生来到教培机构集训 可他们刚进门就被一群人跟拍 男孩对这种行为有些不舒服 这个能不拍吗 雷老师说我想记录一下你们的学习情况 听到是老师安排的他只好作罢 但接下来他们并没有参加继训 而是被带到摄影棚拍起了广告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雷鸣已经把他们卖给了教培机构 当初十一班直播学系轰动了全网 巨大的流量使他们成为了网红班 于是雷鸣抓住了流量的红利期 哄骗学生来帮教培机构做广告 从而来赚取高额的广告费 但不知情的学生们都信任雷鸣 来到教培机构后就听从他们安排 可这时雨山感觉到身体不适 边小小发现她已经发高烧了 李安好言商量希望让雨山休息回 但女人却不同意甚至还说道 雨山啊 我相信这点小困难一定是可以克服的啊 李安见雨山烧得厉害起身威胁道 先送她去医院 否则我们不上去 去什么医院啊 忍着 忍你个鬼啊 江景朗彻底爆发了当众目指她 我们现在就要走 我立刻就要走 她都病成那样的 你能不能让我俩人奇怪 还叫你老师呢 你配吗 你们是签了合同的 就在这时女人被人薅住了头发 桑老师霸气地回怼女人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你听清楚了 说完便转身查看雨山的病情 雨人还想上前理论 直接就被两人拦了下来 桑老师看到雨山发烧得很厉害 她直接就走到女人面前说道 我现在要带我的学生走 你不想撕呢 就麻烦让开 想撕 我太全了三级 可以试试 女人害怕当场就认怂了 几人刚出门就扔掉身上衣服潇洒离去 我们给你演了这么久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相信 我们能够考上清北 对吧 原来这一切都是雷鸣设下的局 她办清北科训班就是为了赚钱 而十一班就是她事业的试验品 可没想到事情比她的预想要快 偶然的机会十一班在网络大火 资本想要提前收购她的项目 可此时雷鸣却陷入了两难之中 起初他也不相信这群学渣能考上清北 但是经过了两个月的接触 发现他们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努力 学习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提升 雷鸣还意外发现 李然是个物理天才 于是要让他靠物理竞赛保送清北 可李然从小没接触过竞赛毫无基础 虽然领考前恶补了半个多月 但最后还是以一鸣之差落榜 就差了 当李然听到这个结果很失落 同学们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 李然这时却强装镇定称自己没事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 没事 而此时他突然想起沈耀和她说的话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在帮你吧 当别人对你期望的跃达 也就意味着之后的失望会更大 你这次如果考达了 他们会先心疼你 责怪你 是你给了一个期望 李然感受到了这种落差感 她来到河边想要冷静一下 就在这时羽山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羽山安慰李然虽然竞赛已经结束 但后面还有一次高考的机会 李然这时也向羽山敞开心扉 其实李然心里很清楚 这次物理竞赛失败是必然的 我跟那群人根本就没法比 他们从小学开始就为竞赛做准备 我一个半路出家的穷小子 突击半个月 就想从他们手上抢过脚杯 这件事本身就很不物理 羽山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于是就给李然讲了一个笑话 她想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李然 接下来要好好复习迎战清北 可事实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根据大数据分析他们裸分能考上 清北的概率为十万分之一 致想的王总劝雷鸣离开明龙中学 带着他清北集训班的项目来致想 这样可以蹭这波流量大赚一笔钱 而雷鸣也是不得已同意了 因为他父亲病重需要高额的医药品 虽然父亲从小都对他不管不问 但毕竟父亲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 他不能丢下父亲不管 雷鸣临走时把学校老师都请来喝酒 作为十一班的负责人 我跟桑老师必须得在这儿 感谢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对我们的帮助 晚上雷鸣喝了很多酒 他想趁着酒精跟搭档桑老师道别 可还没说出口就被桑老师打断了 原来桑老师已经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他相信雷鸣能带十一班学生考上清北 而雷鸣却说 对不起啊桑老师 桑老师一脸懵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我说你喜欢齐勤吗 最后雷鸣用了一首歌来跟桑老师道别 这也是他跟十一班的道别 第二天雷鸣就打包好物品和学生们道别 这让一向都信任他的学生们不敢置信 非要拉着雷鸣问得清楚 可雷鸣全程一句话也没说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背叛 无法争得他们的原谅 你也根本就没有相信我们能够考上清北对吧 雷鸣称清北特训班是他的创业项目 他当时费尽心机要组建十一班 借着学渣逆袭考上清北的噱头 就是为了给他的项目拉到赞助 之所以选你们呢 是因为你们够烂 想要改变现状呢 就只能赌把打 但凡你们之中能有一个人考上清北 就能拿到融资 没想到效果比他预期的提前了半年 如今雷鸣已经成功拿到了商业投资 而十一班也将得到教培机构的赞助 有了志向的师资力量 他们考上名校的概率能提高更多 这可能就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 羽山气愤地将奖金甩在雷鸣脸上 还说他学习并不是为了钱 接着所有人都将奖金还给了他 雷鸣苦笑一声 然后弯腰捡起洒落在地上的钱 钱哪这个东西 等你们长大了 你们就明白了 我能把钱随便堵在地上 否则到你要用它的时候 要滚赶紧滚 说完雷鸣就在谩骂中离开了 李然很不爽跟着追了出去 他叫住雷鸣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相信过 我们能够考上清北对吧 你说 出称不是我们的错 再次大考你不会让我们说 你说的这件都是放屁的对吧 对啊 李然听后气愤地朝雷鸣打去 不料却被雷鸣一个过肩摔在地上 你干什么 放了你 滚 桑老师指责雷鸣让他赶紧滚 自从雷鸣走后 学校就召开会议要取消十一班 但娄校却还想要试图保住十一班 毕竟十一班的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 十一班的学生总成绩就提高了200分 可肖主任认为雷鸣已经被辞退了 现在十一班这个烂摊子谁敢来接 作为十一班的班主任桑夏表示 虽然雷鸣已经离开学校了 但十一班学生已经养成了学习惯性 希望所有人再给十一班一次机会 这些孩子也一定不会让学校失望的 最后他恳求学校能考虑保留十一班 至于保留十一班 会给诸位带来什么风险或者不便 这个锅我背 这个锅你未必背得住吧 桑老师 之前娄校把这件事情搞这么大 叮咚可叮着 但迫于股东们的压力 高校只能先暂时将十一班给解散了 而十一班的学生也被分配回员班级 这也难免会引起其他同学的看法 就是以后被丢到这里 以后就被丢到那里了 还有人传言是雷鸣出卖了他们 但秦朗却说是雷鸣的教学计划 李然已经十多天都没来上课了 而宇山每天就是趴在桌上睡觉 老师觉得宇山上课不尊重自己 于是出了道难题要给他一个教训 陈宇山 你们是一般回来的挺厉害的 上课都不用听课 怎么不学理人呢 直接逃课就可以 宇山称上课讲的内容早就会了 老师听后也毫不留情地嘲讽他 说他这种盲目自大的行为可笑 随后出了道难题要给他一个教训 还没等他说完宇山就走上了讲台 他想都没想就在黑板上写下答案 当老师看到答案后愣在了原地 宇山刚下楼就遇见了宇阳 宇阳并没有回原来班级上课 因为班级会有人欺负他 如今这群孩子没了雷鸣这个主心骨 就像是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与此同时雷鸣拿到了志祥的投资 他也成功召开了项目的启动会 他们曾经是全校垫底的学长 如今却感悟到了学霸的困扰 接下来这个男生就更厉害了 这波凡尔赛属实让他装到了 之所以他们会变得如此厉害 是因为雷鸣老师改变了他们 却没想到几人刚有一点成绩 就遭到了雷鸣的背叛 失去雷鸣的十一班也就此解散 如今他们没了雷鸣这个主心骨 就像是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天宇阳刚准备到餐厅吃早餐 却听到继父说要拆掉他的房间 因为这样可以多摆两桌麻将赚钱 母亲还想帮宇阳说请保留房间 但继父却说十一班已经取消了 宇阳这次指定是考不上大学的 到时候毕业了就找个人嫁了 还说他表姐喜欢宇阳 想让他坐儿媳妇 刚好这次就让宇阳先住他家去 宇阳无助地坐在楼梯上伤心难过 虽然十一班已经被取消了 但投资雷鸣的智想教育机构 愿意无偿给十一班的学生提供培训 可十一班的五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宇阳妈妈觉得他们太任性了 还试图说服宇阳不要跟他的同学一样 并且还逼着他去智想上课 没想到宇阳第一次勇敢地拒绝了妈妈 要是没有他们 我也学不成这样 我哪有 与此同时智想王总找到明龙高校长 想让他同意由智想来接管十一班 但学生的学籍还是会留在明龙 到时候高考成绩都算他的业绩 并且还会出资设置特别奖学金 可话还没说完就遭到了拒绝 王总刚想要解释又被打断了 高校不想和商业培训机构有瓜葛 因为资本注重的只有利益 他不会让学生成为资本赚钱的工具 而且他不信雷鸣只是想要拿到投资 因为雷鸣每天都是最晚一个走的 成天给这些孩子们灌输鸡血 都是真心实意为他们好 所以呢 所以他真的在意那几个孩子呀 所以他真的想帮他们干成一件成功率机会为零的事 让他们相信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虽然雷鸣已经离开了明龙十一班 但他无时无刻不再为学生们操心 只想为五人研究了一套学习方案 每个孩子不同的状况 实行有针对性的训业 我没什么可不冲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可当负责人刚走就被雷鸣拉住 雷鸣还是不放心学生们 反复地叮嘱负责人要重视每个人的特点 那个叫雨昂的 轻微瘦鸣加神经痛苦吃 鼓励他当中发言 哦 别让小想到我 但是这半年啊 千万千万别让他介绍 很容易飘 就在这时主持人拉着雷鸣去时装 那我就先撤了 雷鸣想了想又把负责人拉到化妆室 江青朗的一个女人 应该比我们这一半以上学的都好 他就是下课爱个子 这让负责人听得都有些不耐烦了 这个李然啊 就在这时雷鸣的手机响了 老师发现学生偷看年轻小说 于是当场就搜起学生的抽屉 不但拿起小说当中朗读起来 而且还对学生进行人身攻击 桑夏忍无可忍开始反驳 老师丢了面子一把将他推开 说着就要将桑夏赶出教室 看到桑夏不为所动 老师气急败坏地拿起小刀 上手要割掉他的刘海 桑夏奋力反抗一把夺过小刀 将小刀顶住脖子威胁老师 他发泄出被老师霸凌的不满 老师被吓得连连后退 就在这时雷老师赶到 他害怕伤害到桑夏一把握住小刀 雷老师忍住疼痛安慰着桑夏 看到雷老师手已经满是鲜血 桑夏最终还是松开了手 女老师因霸凌被学校开除了 而桑夏也被学校记下了大国 后来雷老师遵守约定送了他很多书 还免费给桑夏补习功课 至此以后桑夏像是换了一个人 雷老师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每当桑夏和学生谈论起雷老师时 他都满脸自豪自己有一位好老师 桑夏受到了雷老师的影响 他成为了一名心理老师 同学们纷纷好奇这个雷老师是谁 这才得知他是雷铭的父亲 学生们想一起去看看雷老师 可到了医院雷老师已经重病窝床 同学们称他们都是雷铭的学生 是雷铭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雷铭说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他会保护美 我叫程雨珊 我们都是雷老师的学生 我们班上次的月考平均分是450分 下一次目标是500 雷老师虽然不能说话 但他听得到看到儿子有出息了 他也很是欣慰 然而他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雷铭 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当年雷铭以701分成绩荣获文科状元 雷铭以总分701分的成绩 获文科第一名 可在升学宴上 他父亲却迟迟没出现 原来雷老师正为得一门生叶超送信 叶超很感谢雷老师这些年的帮衬 不然他也没有机会考上大学 虽然他这次只考到了一个二本 但选择的是香波波的金融专业 能在北京念出金融前途不可限 却没想到雷老师刚想要走 叶超却突然下跪哭诉起来 声称家里没有钱供他读大学 可他不想就这样回农村种地 这是改变命运 只要考上大学走出去 命就不一样 我咬着牙 我终于考上了 家里头连路费都出不起 并恳求雷老师能再帮他一次 但雷老师这次却拒绝了他 因为他存的钱只够雷铭上学用 他也无能为力 但还是把雷铭的红包给了他 却意外发现书包中的滴滴味 雷老师害怕叶超会做傻事 于是选择留下来帮助他 最后连雷铭的升学宴也没有去 这也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 可更糟糕的是由于病情恶化 雷老师没多久就去世了 在雷老师的葬礼上 来了很多他生前的学生 雷老师这么多学生 今天就来了这些人吗 零七届五班 当下 向雷老师报到 九六届六班 郝永亮 向雷老师报到 零六届十一班 赵红 向雷老师报到 零二届四班 王玉霞 向雷老师报到 看那只不股鸟 在父亲的葬礼上 他竟然看见窗外飞来一只不股鸟 但旁边的姑姑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知道侄子是伤心过度出现了幻觉 于是拽了拽侄子的衣服 看到父亲生前的那些学生都来送别 这让雷铭想起在家里狭小的客厅内 父亲免费为这些问题学生补习功课 还时常拿出工资来救济困难的学生 可到最后他连住院费零头都交不起 这样一个退休教师到死都无怨无悔 雷铭此刻也感受到父亲坚持的意义 晚上雷铭来到经常去的那家小吃摊 却从摊主口中得知当年的真相 这让雷铭解开了与父亲多年的误会 原来当初摊主女儿是因为雷铭自杀的 但雷铭却不敢面对事事躲了起来 而他父亲还是跑到死者家里道歉 还说他相信雷铭不是遇事逃避的人 这件事肯定还有其他的引擎 之后每个月他父亲都会来帮助女人 雷铭知道自己错怪了父亲很自责 但他现在也无法亲口向父亲认错 父亲走后雷铭也没有了约束 他决定要继续父亲生前的善举 像不古鸟一样做个传授真理的人 很快就到了雷铭和志祥合作的日子 在发布会上 王总宣布雷铭担任志祥的教学顾问 并且还推出了新的教学计划 采用恋爱技术打造的高考逆袭班 可等雷铭上台后 却没有按照演讲稿的说辞 我发现今天真正的主角 十一班的五个学生 一个也没来 而他的学生们都在看着现场直播 大家此时还觉得雷铭就是个骗子 这五个孩子能不能考过三百 没有人相信他们能考得清北 助理发现雷铭越讲越不对劲 想要上台阻止他却被王总拦下 王总认为雷铭不会和钱过不去的 接着雷铭又说 AI智能推断的大数据 分析说他们考上清北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九 这也就意味他们这辈子都没希望能考上 但雷铭天天不信这些大数据 学习成绩并不是大数据能算出来的 而是靠他们的努力才得来的 一群看似一点希望都没有孩子 一步一步的闯过生活 给他们设置着一个又一个绊子 去奔向那个大数据告诉他们的人 毫无希望的名字 因为他们不相信努力真的能改变命运 十一班的进步和提分 不是什么AI教学和大数据测算匹配的钱 话音刚落就引起台下学生们的议论 雷铭揭穿了志想高考逆袭班是假的 只不过是拿他们的话题来做的广告 最后雷铭当场解除和志想的合作 所以我今天不是来代言的 我是来结束代言的 由于我个人不当的行为 给各位造成的不变和困扰 我深表歉意随时接招 与此同时桑老师来到教室 他说雷铭发来了一个定位 还说那里有给他们准备的惊喜 大家好奇地跟着定位来到一片绿化带 却意外看到雷铭开学时种下的小树苗 本该已经死掉的树苗竟奇迹般地活了 这也让大家重燃了希望 雷铭没了后顾之忧决定返回学校 他想重回十一班带这群孩子们追逐梦想 他们考试的平均分只有450 却妄图想考全国顶尖的清北大学 没有人相信他们可以做到 裸分考上清北的可能性不是很低 是没有 但接下来雷铭的话却迎来了转机 因为他帮几人规划好了学习计划 只要按照他说的去做 所有人考上清北的概率大大提升 接着雷铭开始分析每位学生的情况 但他的文化成绩也不能落下 必须要考到580分以上 江青朗选了力化地歪打正着 今年的古文字学和社会学 由于今年是清北第一次招该专业 再加上冷文专业录取分数线会很低 雷鸭你是全班唯一一个有可能裸分考上清北的 上次月考494分只差193分 目前为止只有雷鸭要裸分考清北 最后只剩下李然和雨山的安排了 昨天雷鸭得知了清北最新的招生计划 他们的天翼计划专门招收单科型天才 插上了这对翅膀 你们可就真就起飞咯 会后桑老师询问雷鸭天翼计划的胜算 雷鸭则是开始分析起两人的天赋 他无意间发现雨山有强迫症 只要是在他手边的东西 他就会按照黄金比例将它们进行摆放 这种习惯并不是刻意做的 而是身体的一种本能 只有对于数学极其敏感的人 才可以达到这种地步 而且当初他们下乡实践的时候 看到过雨山对着车牌再算24点 雨山在数学上的天赋就是他的宿命 听这么说桑老师又开始担心起李然 李然物理竞赛刚失利 现在又让他参加机器人大赛 桑老师感觉这回适得其反 雷鸭却说李然送给他一个浇灌机器人 从表面看机器人的做工很粗糙 但内部结构却做得非常好 他通过算法不但能识别露面情况 还会根据植物的生长状况自动浇灌 雷鸭相信俩人肯定能拿到面试资格 但他还是担心起李然的家庭情况 于是带着桑老师一起去做了趟家访 可他们却来到沈耀的家里 因为李然现在还暂住在他这 沈耀母亲听到是来找李然的一脸不情愿 然后让李然奶奶带他们去参观住的地方 他们住在地下二层的储物间里 雷鸭看到里面连一张床都没有 而李然学习就趴在地上的电脑桌上 雷鸭想要帮助他们祖孙俩 于是第二天就带着他们去了自己家 这套房子是雷鸭父亲生前留给他的 现在一直空置在这里 刚好让李然祖孙俩暂时住在这里 李然想要感谢雷鸭却被打断了 别说谢谢 我这个人最好别人说谢谢 说 孟革老师我想上厕所 这也是当初两人相识说的第一句话 桑老师见到后还在一旁调侃雷鸭 爹味越来越重了 雷鸭为了给李然培训机器人知识 他特意找来了人工智能大神老陈 来辅导李然参加这次机器人大赛 可李然申请不到机器人社团训练室 因为他是以个人名义去参赛的 雷鸭看了一眼老陈然后说道 这帮人 我找了吗 老陈看出了雷鸭的本意 于是称可以先去他的公司 为了提高这次机器人大赛的胜率 雷鸭要让李然挑战竞技性机器人 但这也意味他们要投入更多的钱 一旦制作环节出了问题 损失了耗赛 我们没钱再来一次 拼硬的咱们拼不过别人 他是全校最牛的特级教师 可全班却只有一位学生来上课 因为他教的学生都是数学天才 但眼前这位天才少女 老师却没什么可以再教他的了 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奇葩的方法 直接召唤你的大神 女孩听的是一脸懵逼 原来老师是要他求证所有的定律 这对于女孩来讲实在是太简单了 但接下来老师的话 却让他脑袋都要炸了 只要他全部求证出来 就可以突破自己在数学成绩上的极限 也就是说这次的数学竞赛实在必得 晚上等雨山回家时撞见几名装修工 这让他想起前段时间继父说的话 继父看麻将馆的生意火爆 想把雨山房间拆掉家几张麻将桌 这样就可以多赚一点钱 雨山忐忑地回到家中 却惊讶地看到门上崭新的门牌 等他推开房门 原来破烂不堪的房间焕然一新 而床上放着他最喜欢的娃娃 这是当初被继父剪掉的那个 雨山知道是母亲重新不好的 她拿起娃娃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随后雨山就冲进了厨房 从身后一把将母亲抱住 多摆几张台子 能多挣几个钱 不如我女儿考上大学 出人头地 永远从这走出军子 雨山的泪水不经流了下来 雨山一直学习到了凌晨 却收到了李然发来的短信 李然说她做机器人时有零件缺失 她用3D打印出来怎么也对不上 陈老师让她找个 对空间构架强的人帮忙 李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雨山 随后就将图纸发给了她 雨山经过加班加点的绘制 终于将图画好了发给李然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两人之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默契 这天李然发现雨山 被她继父偷拍的视频 于是李然跟踪雨山的继父 顺走了手机 不料刚准备走去被发现了 就在这时 为了拿到清北大学面试的机会 她只能参加全国少年机器人大赛 因为击败了上一届的累主 就可以搭上去清北的直通车 可现场只有李然是一个人名义参赛 而她廉价的机器人根本没人关注 看到各大高校社团组装的高级货 李然很自卑 她的活语完全没有亮点 陈老师让李然放平心态 毕竟后面的竞技比赛才是她的强项 这时大屏幕显示机器人积分排名 不出意外活语的总积分排在倒数 这也意味着她只能靠竞技比赛出圈 李然知道这次想要胜利不能硬碰你 来参加比赛的机器人团队 无论是金钱还是人力都比她强太多 她只能运用非常规的打法 很快比赛就开始了 在强大的泪主巨傲的压迫下 场上的机器人连两个回合都没撑住 而他们的攻击对巨傲则是在脑痒痒 只要在赢下最后一场就是未免泪主 在主持人的介绍下 李然带着她的活语登上了赛场 但对手根本就没有把李然放在眼里 因为巨傲跟活语不是一个级别的 而李然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很紧张 她用颤抖的手推动着操作感 而活语也差点就卡在斜坡上 双方实力悬殊 活语的胜率微乎其微 但李然也别无选择她调整好心态 比赛刚开始活语就率先发起进攻 李然想要试探出巨傲的破绽 可活语撞在她身上只是在脑痒痒 李然利用活语灵活优势发起侧攻 却被巨傲的议案算法精准地捕捉到 反被巨傲的钢尸狠狠地咬了一下 这把活语的侧翼板直接咬断了 看这趋势活语可能撑不到三分钟 巨傲成胜追击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活语被追得满场逃完却没机会反击 最后还被巨傲一个弹射将其掀发呢 活语的行进完全被巨傲的AI系统规判到了 李然快速调整操作感想让活语翻身 可巨傲却丝毫不给她喘气的机会 紧接着用她那钢牙死死咬住活语 在钢牙巨大的咬合力下 活语已经被撕咬得七零八落 好在最后活语翻身了躲过重击 李然抓住机会用侧翼喷出火焰 袭击了巨傲左侧的摄像头 这让巨傲左侧视觉瞬间失效 李然趁机操控活语袭击巨傲左侧盲区 而巨傲却死死地追着活语细耍她 却没想到中了李然的圈套 巨傲直接被场上的巨型齿轮击飞了 这也是开赛以来巨傲第一次被击飞 活语抓住主动权全力将巨傲撞向刺筒 然后使用前端巨片开始切割巨傲 可还没切掉一个轮胎巨傲就弹射起身 活语想趁着巨傲后背弱点偷袭她 不料巨傲背后竟然还设置了机关 直接就将活语前端的巨片打掉了 只见巨傲尾部变换出一对大钳子 直接抓住活语就朝刺筒撞去 失去战斗力的活语如同一只小鸡 面对巨傲的攻击她也束手无策 场下的观众都开始提前祝贺巨傲 马龙这时使出了巨傲的秘密武器 直接要用切割机将活语切割成碎片 眼看活语的动力系统都被肢解开了 你在这最后一分钟了 活语的武器系统要被全毁了 太让人揪心了 可里然却淡定地闭起了双眼 用心去感受活语被肢解的过程 就在这时活语脱掉外壳 变成一只小型机器人成功逃脱 没有想到活语竟然是死母机器人 活语跑到巨傲面前观察她控制系统 随后从前方射出两根电线 直接插进了巨傲的主板中 巨傲也迅速地反应将活语撞飞 刚想要给活语最后一击 怎料活语的摄像头突然转向她 用电机直接烧毁了巨傲的电路盘 这下巨傲系统全部崩溃彻底瘫痪了 看到这结果全场的观众都热血沸腾 巨傲竟然被这样一只小小的活语子机给干翻了 李然也成为了新的泪主 新的泪主已经产生了 让我们一起大将还说她的名字 活语啊 活语 比赛刚结束李然就拿着奖杯一路狂飙 她要将这份喜悦第一时间分享给雨山 可来到雨山家门口 却撞见她刚好从江青朗的车上下来 李然没有赶上前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李然在机器人大赛中获得亚军 她不仅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实力 而且还让十一班在校名声大噪 谁能想到 半年前她还是全校垫底的学渣 直到碰到了雷鸣这位好老师 才彻底地改变了她的命运 当初李然拿到比赛的亚军后 就第一时间跑去和雨山分享 却意外在她家门口撞见了江青朗 原来雨山今早参加数学竞赛联考 江青朗担心雨山考场太远不方点 于是就想要开车送雨山去考场 雨山还没来得及拒绝 就被江青朗一把推进了车里 江青朗看雨山坐在后排很拘谨 她便想了个法子来调解气氛 介绍一下网约车司机 江川 像江叔叔好 江富很开朗还跟雨山开起了玩笑 江青朗担心雨山考试会紧张 还特意给雨山准备了几个方案 这把一旁的江富乐开了花 江青朗不知道雨山爱吃什么早餐 于是贴心为他准备了西餐和中餐 很快他们就到了考场 江青朗给了雨山一盒口香糖 说是可以在考前放松心情的 雨山刚到考场就来到洗手间 他想用冷水使自己冷静下来 因为参加比赛的都是数学尖子 这时他想起了胡老师说的话 遭到自己的节奏 享受数学的快乐 雨山拿出口香糖想要嚼一块 却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张纸条 雨过天晴 你是我的第一名 由于雨山第一次参加数学竞赛 遇到不会做的题就开始紧张起来 以至于脑海里面是一片空白 他慢慢调整状态 闭上双眼来感受平时训练的状态 我要为夺掌的表情迷惑了 速感求热 要遭到提摩侯命的大神龙 好在最后找回了状态成功考完了 令雨山不知道的是 李然也拿到了机器人大赛的纪决 而且还第一时间跑来要和他分享 但李然看到江青朗后却没敢上前 雨山妈妈见到江青朗很满意 还特意跑到雨山面前调侃道 男朋友啊 同学 妈先把话摆在这里哦 你要是跟这个男孩子谈谈 我不反对哦 他蛮好的 晚上雨山在房间里面收拾行李 继父却突然端了碗面条进来了 说是特意为雨山准备的夜宵 雨山知道继父不会好心献殷勤的 继父让雨山周末去他表姐家吃饭 还说等他高考结束就和表哥订婚 你和哥哥现在混得好得嘞 开了一个五金连锁店 年收四十万起步 昨天我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说 我要去桑老师家集训住三天 我妈也答应了 周末我数学竞赛也叫我去吃饭了 继父却说他又没有同意住老师家 而这时雨山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这哪个野男人打电话过来催了 继父说着就要拿起电话查看 江青朗 雨山想要拿回手机却被继父推开 继父见状便开始威胁其雨山来 但是你要记得电脑里的那些视频 如果你想让你同学在哪 好不好站上看到 那你继续跟老子来硬的 看哪个怕哪个 雨山这次并没有妥协 而是当场揭穿了继父的阴谋 你在我房间装饰要弄 还真不是因为你促了 你就是想控制我 控制我妈控制整个家 你是怕我真考出去了 你在这个家里连锦组的那点存在感都没有了 继父气急败坏地怒删了雨山一巴掌 雨山临走时还警告继父 电脑里的东西有种你就发 看警察抓一也是抓 桑老师看到雨山被打很心痛 给她敷了面膜用来缓解脸部疼痛 周末雨山去参加数学竞赛复试 李然却偷偷地跟踪她的继父 而且还趁机偷走了她的手机 不料刚想要打开手机就被发现了 还被雨山继父狠狠地揍了一顿 危机时刻一根棍子袭击了雨山继父 可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雨山继父就夺过棍子开始反击 就在这时李然拿床单罩住对方头 然后拿起她的手机将其格式化了 原来帮李然的人就是江青朗 李然很好奇江青朗为什么揍她 江青朗表示是为了给雨山出头 还说等高考结束就向雨山表白 面对白富美的主动表白 男人却异常地淡定 似乎早已知晓了这一切 但她还是用趣味的方式拒绝了对方 原来雷鸣这次是来找她借钱的 因为雷鸣为了十一班孩子们的梦想 不但放弃了高薪的工作 而且单方面解除了和志祥的合作 甚至还在媒体面前揭穿志祥的阴谋 导致志祥在教育界口碑和业绩下降 王总要让雷鸣付出惨痛的代价 于是一纸诉状将雷鸣告上了法庭 最终判决下来雷鸣共计赔偿三百万 律师告诉雷鸣他还有半年时间筹钱 雷鸣听后却长叹了一口气 因为那时候高考刚好就结束了 律师提醒他还是尽快凑钱 要不然成为了老赖 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最后还劝他把父亲留下的房子卖了 然后再去找朋友借点 雷鸣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因为他的房子已经让李然住了 如果现在卖掉李然就要重新搬家 雷鸣不想在高考关键时刻影响他 可翻遍了通讯录也只借到了七万块 他没办法只能找到以前的学生帮忙 这个钱我可以借给你 谢谢 不过一百万也不是个小书 说实话 如果这笔钱我是借给前任老师的话 我们又那么高赏 虽然谭小舟答应了可以借给雷鸣 但条件就是让雷鸣当他的男朋友 谁知雷鸣用幽默的方式拒绝了他 谭小舟暗恋雷鸣已经十年了 可雷鸣从来没有给过他一点机会 当年补习班上的女生们都在传言 雷鸣根本就不喜欢女生 而雷鸣却说 不是不喜欢女生 是不喜欢学生 抱歉啊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喜欢的人了 晚上谭小舟喝了很多酒 他趁着酒进和雷鸣做了最后的告别 这天晚上雷鸣正准备回家 却被容主任拽着请他帮忙 女老师发现公道栏围满了人 于是也想要上前去凑个热闹 结果学生们目光都朝他看来 而公告栏上却只有一张照片 而桑夏的名字刚好是SX的缩写 这时容主任急匆匆将照片撕掉 很快校园论坛就找出符合SX的老师 根据排除法最终名单只剩下四个人 大家都觉得桑夏年轻貌美肯定是他 桑夏也想搞清楚挂横幅的到底是谁 于是他就来到监控室要查得清楚 没想到却遭到容主任百般的阻碍 桑夏觉得容主任肯定是心中有鬼 为了自证清白容主任只好妥协 而大碗挂横幅的人竟然是雷铭 桑夏傻眼啊 但还是拿出手机拍照取证 等雷铭晚上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桑夏突然拦住了雷铭要请他喝酒 酒桌上桑夏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不喜欢这种方式 这把雷铭整得一脸懵逼 原来桑夏误认为是雷铭要向他表白 你的这种表白方式 我的那种表白方式 停 还没等雷铭解释又被桑夏一顿数落 一开始我也绝对想不到是你 因为这不是你的风格 可能你觉得这样很神秘很浪漫 女生都应该小鹿乱撞感激涕零是吗 但对我来说 这就是情感绑架加射死现场 我很别扭很尴尬啊 桑夏见雷铭不承认 于是就拿出手机里的照片和他对质 但雷铭有难言之音怎么也不肯说 这我可不能说啊 到了一年一度学校的元档晚会 正当节目表演到高潮的时候 突然全场的灯光都暗了下来 紧接着就看到荣主任走上台 荣主任先是解开了众人的疑惑 前两天行政楼大厅那个横幅是我挂的 原来昨天是他拉着雷铭来帮忙 所以雷铭才会被摄像头拍到的 然后荣主任冒着被学校处分的风险 鼓起勇气向他喜欢的人表白 桑夏听后脸都被下绿了赶紧跑 就在这时聚光灯打在了他身上 当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就是桑夏时 荣主任表白的却是武班沈萧老师 这把雷铭乐开了花 碰到这种大型的射死现场 桑夏尴尬地回到了座位上 在众人的起哄下沈萧走上了台 只见荣主任单膝下跪向沈萧求婚 荣主任也顺利地求婚成功了 而接下来就是十一班带来的节目 大家都很疑惑地看着对方 桑老师以为是搞错了 刚想上前解释却被雷铭拦下 桑夏惊呆的台上正是他最喜欢的乐队 原来当初雷铭听到桑夏喜欢这支乐队 就专门请乐队到现场给桑夏一个惊喜 因为主唱是雷铭以前培训班的学生 延淡晚会结束后桑夏来后台要签名 乐队主唱一眼就认出了桑夏 因为这是雷铭给他准备的第二个惊喜 雷铭太烦了 说你必须是吐钱 还必须给你写一句诗 这把在场的其他老师都羡慕坏了 晚上桑夏主动约雷铭一起跨年 雷铭看后激动地快速换好衣服出门 怎料刚到楼下手机就响了起来 可他看到上面的信息时却吓傻了 而桑夏等了雷铭一个晚上 也没有等到他来 教室内老师正专心地讲着课 窗外却突然缓过了一个人影 等老师来到楼下吓傻了 这女孩正是他班上的学生郑倩 根据民警调查认定女孩是自杀 但教培机构志祥接到匿名举报 说郑倩跳楼的前一天晚上 衣衫不整地从雷铭办公室里出来 并且提供了当晚两人亲密的照片 雷铭知道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而王总为了保住志祥的声誉 要让雷铭召开发布会公开道歉 并且主动辞职回家躲一段时间 这样可以避免被全行业封杀 等过几年人们淡忘了这件事 他可以改个名字继续从事教育行业 雷铭按照王总的建议离开了志祥 十年后他改名为雷铭到明龙任教 可没想到十年过去了 还是有人把当年的事给挖出来了 网上清一色都是在骂雷铭的 这种人怎么会出现在高中校园里 谁保的 学校不选合老师背景的吗 甚至还将他遗孤的父亲挖出来了 都说是雷铭猥亵了女学生 才导致对方跳楼自杀的 面对网上舆论的压力 雷铭只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他每天都靠着游戏来麻痹自己 十一班的同学们都很担心雷铭 可无论怎样联系都没有他的消息 他们不相信雷铭是网上说的那样 可媒体却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 为了拿到独家新闻 记者还冒充外卖员去给雷铭送餐 但这种小伎俩很快就被他识破 记者们不死心决定在楼下死守他 雷铭给物业打去电话要投诉他们 却意外得知李然为了找到雷铭 直接把物业的后台系统给黑掉了 雷铭也不想让大家再为他担心 决定还是给他们回个信息报平安 可刚打开手机就全是骂他的短信 雷铭没有理会在群里发了条语音 学生们听到雷铭的声音放心了 但羽山觉得这件事很蹊跷 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才爆出来 显然是有人想要毁掉雷铭 同学们决定要为雷铭做点事 羽山给每个人都分配了工作 经过大家几天的不懈努力 终于找到了当年接近真相的答案 李然查到十年前的一篇贴八文章 当时坚信郑倩的死和雷铭没有关系 但贴八还是被网友骂说是雷铭水军 但最后一句话却让人寻味 紧接着羽山把黑板拿了出来 上面是关于郑倩的所有社交账号 他们还惊讶地发现 郑倩还和刚才那篇报道的博主互动过 李然也查到了对方的IP 正是他们的语文老师谭小舟 谭小舟也道出了当年的事情 原来他和郑倩都是雷铭补习班的学生 由于雷铭长得帅教学又风趣 以至于成为了班上女学生公认的男神 当年谭小舟也是雷铭的爱慕者之一 而郑倩太过普通几乎没人注意到他 直到那件事让谭小舟都害怕他了 谭小舟偶然的一次机会 当上了雷铭贴吧的管理员 他当时非常开心 却没想到很快就遭到郑倩的报复 还专门用小号来怒骂谭小舟 他仇恨的眼神让谭小舟永生难忘 但谭小舟还是觉得他是被孤僻的 有一次教室空调坏了 同学们心情都很浮躁 刚好郑倩从一位男同学身边经过 没想到男同学气急大坏拍起桌子 谁那么缺德呀 在教室里面吃口鱿鱼 你有病啊你 对 原来压死女孩的最后一根稻草 竟然是母亲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而这位老师却因此自责了十年 因为网上都说是他害死了女孩 导致曾经意气风发的天台名师 却因此背负十年骂名 直到他发现了女孩当年留下的遗书 这才让整件事件都水落石出了 原来女孩只是雷鸣补习班的学生 由于他性格孤僻遭到同学们排挤 但雷鸣却在这时给了他很大鼓励 而且还用自己工资给他发奖学金 这让郑倩对雷鸣产生了好感 为了送给雷鸣一份生日礼物 郑倩甚至一个月都不吃早餐 雷鸣得之后非常生气 希望郑倩保持师生之间的关系 你现在是最后冲刺阶段 不要把心思放在胡思乱象上 更不要放在那些绝对没可能的事上 怎料在节夜的那天晚上 郑倩喝了很多酒跑来向雷鸣表白 在被拒绝后还想要雷鸣一个拥抱 雷鸣果断拒绝了他 可郑倩却突然抱住了雷鸣 雷鸣吓坏了赶紧将他推开 而这一幕刚好被门外的萧瑞撞见 他拿出手机拍下了照片 然后又看到郑倩衣衫不准哭着跑出来 萧瑞误以为是雷鸣猥亵了郑倩 一周后他拿着照片将雷鸣给举报 当初就是雷鸣阻碍了萧瑞转正 所以他怀恨在心趁这次机会要报复雷鸣 当两人的照片公众于事后 大家都认为是雷鸣猥亵了郑倩 才导致郑倩最后跳楼自杀的 可事情的真相并非是这样的 郑倩生前被查出患有重度抑郁症 以至于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总感觉活在黑暗中无法挣脱 由于治疗的药物太贵 郑倩不想让妈妈担心一直瞒着他 想着等到他考上了研究生之后 自己的病患的环境可能就好了 但他倒是想上课后病情就更严重了 好在有雷鸣给他的鼓励 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希望 可最后还是错失了最佳治疗时间 郑倩无法控制住自己选择了解脱 当郑倩妈妈得知了真相后很自责 因为郑倩跳楼自杀的前一天晚上 是他无知的话击破了女儿最后的防线 事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 公众也还给了雷鸣清白 但因网络暴力毁掉了他十年的青春 虽然我们阻止不了已经施暴的加害者 但如果大家在发言前能理性思考一点 这样就不会让自己成为下一个施暴者 由于这件事在社会的极大影响 高校也意识到了抑郁症带来的危害 于是同意了心理活动式的扩建方案 原本无人问津的心理咨询 如今预约的人却要提前一个月排队 如果遇见了一件让你特别生气的事 一定要发火 知道了吗 我那个时候也没那么想要二台 是你爸 说家庭教育 你哥培养失败了 还有必法 她是全校最闲的老师 每天上班都坐在办公室里喝茶 因为她是一名心理咨询老师 学校硬性要求才设置了这岛位 可她在一次学农活动中 意外发现学生沈耀的举止异常 于是桑夏特意到她家进行了家访 却在她房间找到治疗抑郁症的药 桑夏故意打乱了药物的摆放顺序 果然没过多久沈耀就找到了她 而且拿出了很多心理测试报告 来证明自己并没有抑郁症 还让桑夏重新给她做个心理评估 桑夏看出了她的小心思 沈耀只好说她一年前确实吃过药 但现在她的状况良好已经停药了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桑夏打断了 面对桑夏接二连三的灵魂拷问 沈耀却淡定自如地反驳道 一个不抑郁的人要怎么帮助一个抑郁的人 临走时沈耀还说自己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学习中 只要高考结束所有的焦虑都会消失 桑夏只好拿出学农那天拍的视频来 沈耀却说桑夏看错了那不是她 你看错了 为了深入了解到沈耀平常的生活 桑夏冒充网友主动加沈耀聊天 却没想到她的行为早被沈耀识破了 桑夏很好奇她是怎样发现的 但沈耀第二天还是找到了桑夏 为了拿回桑夏手中的视频 沈耀跟桑夏讲了一个故事 桑夏终于意识到沈耀那天的行为 她罩着的不是蝴蝶而是自己 桑夏猜测沈耀一直在伤害自己 其实那个时候每天都很累 我试过所有的药 但只能管一阵子 而且后来很大发胖 吃水 发胖我可以锻炼 但吃水不行 困了就不应该做题了 随后桑夏给沈耀布置了一个作业 去做一天不是活在别人期待中的沈耀 如果遇见了一件让你特别生气的事 一定要发火 最终沈耀还是走进了发泄室 这次搬到某卡发挥的错 女人只看了132 编辑第一 我们在哪儿去了 抑郁的人之所以会生病 是因为他们熄灭了这些灵魂 是他们决定的独孙 我希望你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 桑夏意识到学生们对抑郁症知识的缺乏 于是他就在校园里宣传关于抑郁症危害 这时沈耀也主动加入了他们 就这样沈耀正式成为他治疗的对象 老师带着学生们回到他的母校 可刚到门口却被保安大哥拦住 要求他们到旁边游客通道排队 只见男人掏出十年前的学生证 欢迎你回校 清北学生证随时返校 永不过期 这次雷鸣带11班学生来清北 不是为了来参观校园的 而是提前来体验不一样的清北 因为未来他们也将成为这里的学生 雷鸣先带学生们去了学霸的聚集地 没想到不是学校的图书馆而是食堂 因为这里有着全校最快的网速 而且四季空调都是常开的 更重要的是到了饭点 他们可以第一时间享受最好的饭菜 这时成羽山看到一位玩滑板的学姐 她仿佛看到自己考上清北后的样子 在这里啊 最受女生欢迎的男生都在那儿 接着雷鸣带着他们来到了研究中心 这也是李然最想来的地方 由于酒店房间都预定满了 最终只能三个人挤在一间房间里 刚好桑老师就和雷鸣抽到了一起 可晚上雷鸣准备打地铺睡觉时 桑老师竟然说自己有地方住了 说完就带着行李走出了宾馆 雷鸣偷偷打开窗帘查看 却看到他上了陌生男子的跑车 雷鸣害怕被发现赶紧拉上窗帘 他此时蹲在地上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李然和雨山都在熬夜复习 他们明天要参加清北课招班的面试 就在这时雷鸣却跑到了餐厅里 看到雷鸣郁闷的样子两人一头雾水 而雷鸣说是来叮嘱两人面试的事项 第二天两人来到清北的面试现场 看到一屋子的学霸他俩都很紧张 正如雷鸣所说来了很多东丽鸣的学生 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大堆的奖状 而雨山却自卑地把唯一的奖状放了起来 就在这时沈耀信心满满地走出了考场 而面试老师还亲自来到门口目送他 嘴边还不断地夸赞他是个可造之才 当沈耀走到李然身边时却停了下来 并且他还跟李然说了一句悄悄话 很快就到了他两面试的时候 两人互相鼓励走进各自考场 可面试老师瞧不起李然学渣逆袭 认为相比其他同学还是太普通了 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选择清北 你这份可贵的勇气和信心是从何而来的呢 李然看了看最右边的主考方老师 他知道中规中矩回答肯定会失败 索性他就放开了思维畅所欲言 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考前任 根本没想过能考上清北 甚至 甚至什么 甚至没想高考 而就是这一句话 却让方老师对他产生了兴趣 在遇到雷老师之前 我就是这么想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骗子 因为连父母都不相信 我们能考上大学 他不管 带着我们闷头往前出 他是清北毕业的 他说 清北给了他跑道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清北到底有什么能耐与魔力 可以培养出这么一个有意思 又有能量 一个好老师 等面试结束后 桑老师举办了接风宴 边小小一眼发现这是当地的网红店 要预约很久才能订到的 没想到桑老师却能订到这里的位置 而更没想到他们刚到二楼气氛就变了 欢迎 热烈欢迎 民同十一 力争第一 新榜一名 报落车 原来这栋酒楼都是他家的 学生得知老师的身份很是惊讶 桑老师 原来你是连锁饭店的长公主 怪不得之前他们都说你有一个鱼塘呢 桑下好奇大家怎么知道他回来的 就连订餐他都用的假名字 妈妈说是他的堂哥暴露了行踪 雷鸣听后却开心地打起招呼 因为他以为昨晚是追求者接走的桑下 桑大第一次见雷鸣十分开心 拉着他就要多喝几杯 酒过三巡 桑大便谈论起彩礼来 这个 我们家 不物质 这彩礼呀 无所谓 而桑下尴尬地打断了父亲的话 爸爸 人家还在呢 桑大喝多了打句地说道 是吧雷哥 贤地说罪 我人不能太物质 我就喜欢这 这 服务员 把我那个 增长了二十年的酒给我拿来 桑姆看到雷鸣喝得太多赶紧制止 毕竟晚上他们还要赶飞机回去 谁知雷鸣突然站了起来当众表态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我有五个好学生 我还有桑下 我一定会为了他们 努力的 等了雷鸣在飞机上吐得稀里哗啦 就这样桑下整整照顾了他一路 可当他们刚下飞机 出口出的广告牌就让雷鸣瞬间清醒 十一班的物理老师和语文老师 竟然被志祥给挖走了 临近高考志祥用这招釜底抽薪 就是要让雷鸣主动认输 雷鸣找到老B询问具体原因 老B称他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团队几十号人跟着他吃饭 当初雷鸣是答应他拿下志祥投资 然后战略合作开展线上的直播教学 为此老B还推掉了百万的商务合作 如今雷鸣却和志祥闹败了 投资泡汤老B也只能和志祥合作 而谭小舟看到广告却十分的气愤 因为他根本没有答应和志祥合作 雷鸣刚想要喘口气 谭小舟却说要和男友去新加坡了 今后也没办法带十一班的学生们 桑下听后开心的问道 真不回来了 你这么高兴干什么 桑下赶紧转移话题 你说这个志祥至于吗 于晴当初就是王云阳对不起你 于礼 十一班的就是你一手搭接起来的 雷鸣动了志祥的蛋糕 王云阳是不可能会放过他的 而更糟糕的是数学胡老师换了新稿 现在都住院了不可能再来教十一班 马上就要高考的主课少了两名老师 但雷鸣还有一个应急的办法 但这个办法只能坚持两周时间 到时候还是要找到老师来顶替 捉怼厮杀 把五个人分成两组 程旅山自己一组 其他四个人一组 互相出题规定时间 以南岛队方为目的 富豪请穷学生到高端餐厅吃饭 不仅送给他一张三十万的银行卡 而且还提供他大学四年的学费 仅仅只要男孩答应富豪一个请求 沈叔叔今天请你来 就是希望你能够退出天一复选 可等男孩回到家后 奶奶却气愤地当场撕毁了银行卡 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是富豪的阴谋 他不想因自己的病毁了孙子的前途 原来李然和沈耀都参加了清北特招 他们也成功通过了物理小组的出事 而清北的方老师特意来明龙中学 就是想了解两人在学校的综合成绩 随后沈父开始介绍两人的基本情况 方老师询问李然的监护人怎么没来 沈父却说李然奶奶的电话没有打通 而李然是自己的老乡 以前又借助过他家里一段时间 所以自己算是李然的半个监护人 就在这时雷鸣赶报 他声称是受到李然奶奶的委托来的 方老师看到两位学生的监护人都在场 便说出了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根据规定明龙中学只有一个偏意的明罗 所以他要在两位学生中筛选出最佳人选 方老师刚说完沈父就接上了话 很明显他就是在夸自己的儿子 并且毫无掩饰地批判李然是个学渣 沈父还在不断地贬低李然抬高沈耀 雷鸣实在听不下去了打断了他 还没等方老师做出最后的决定 李然却率先开口选择了接受现实 他知道自己没有优势能拿得出手 按你们的标准我就是个炮灰 什么平均成绩综合能力 你们就是想要选那些从来都没有犯过错 从来都是第一的尖子生的 李然说完就起身离开了 雷鸣并没有立即叫住他 而是等谈话结束后来到河边找李然 李然知道这件事一开始就成为定局 但他还是不甘心自己拼命的努力 却还是输在了气跑线上 斗了这么一大圈 最后还是要比那些我生下来就没有的东西 雷鸣并不是来安慰李然的 他是来送清北天一的确认书 这是雷鸣费尽心机才争取来的机会 只要李然下次考试物理考过沈耀 这次天一计划的名额就是他的 可李然自己却没有信心能考过沈耀 自从十一班的物理老师被挖走后 李然都是以自学的方式学习物理 这让他离战胜沈耀又更远了一步 却没想到沈父突然要请李然吃饭 沈父这次找李然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想让他放弃天一复事的机会 李然听后当场就拒绝了 可接下来沈父的话 却让李然看清了这个社会的现实 沈父接着又说天一计划并不是保送 只是低于录取分数线30分而已 对于李然现在的成绩只是杯水车薪 就算沈耀没有30分照样能考上清北 但沈父要的是作为一个商人的面子 他不能允许儿子有书给别人的可能 沈父说完就拿出一张银行卡给李然 还承诺提供他大学四年的全部费用 为了不让奶奶操心李然这次妥协了 可他刚回到家就被奶奶一眼识破 因为雷鸣已经将天一的事告诉了他 奶奶今天看到沈父送李然回的家 他也大概猜到是什么原因了 看到奶奶情绪激动李然赶紧上前安抚 奶奶不想因为他的病毁了孙子的前途 你要是把孙者里的钱都给我交学费的话 我以后就没有奶奶了 李然随后拿出沈父给的银行卡 还说他放弃天一名额也能考个好大学 而且有了这笔钱奶奶也不用再操劳了 却没想到奶奶听后直接将卡给撇断了 我就是病死了 我也不花这个钱 李然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晚上李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等他起床喝水时却发现奶奶不见了 于是李然跑到楼下寻找 却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发现了奶奶 李然没有说话给奶奶披上衣服 然后就跟着奶奶一起做事 而奶奶也告诉了李然他父亲的事 李然父亲当年上大学保送的机会 就是被沈耀父亲给抢走的 只要光临愿意推出这次浙公大的特招宣布 这个解救上我一点信念 这个男孩瞧不起身旁的学霸 因为学霸的父亲想用钱收买他 要让男孩主动放弃跟学霸竞争 可男孩却似金钱如粪土拒绝了 我绝对不会放弃报名考试 我爸输了那次 我会替他赢回来 原来当年学霸的爷爷就是用这招 害得李然的父亲李光临家破人亡 在李光临高考前三个月的时候 他父亲却被查出来得了肺癌 母亲为了给父亲看病掏空了家底 就连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借便了 而沈厂长却慷慨地拿出两万块给他们 但条件是让光临放弃这大保送的机会 这样唯一保送名额就是他儿子沈浩的 母亲听后立马就将钱还给了他 但接下来沈厂长说的话 不得不让母亲接受社会的现实 就算你大学粘出来不吃不喝 要看多少才能乱到这个钱 就这样光临放弃保送进入了钢铁厂 虽然光临一直都不甘心 但还是踏实地在工厂里上班 经过几年的努力也升到了主任 之后结婚生子一家人幸福美满 可一次意外却打破他美好的生活 由于工厂机器故障截断了他的双腿 但工厂却说是光临违规操作导致的 光临气不过来到钢铁厂要讨回公道 反而还被工厂里的保安毒打了一顿 自从光临双腿残疾后就一直待在家里 他每天无所事事就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最后不想拖累家庭选择了自杀 这埋堂十多年的真相终于被揭晓 现在沈耀的父亲还想顾忌重施 要用金钱来收买李然 可奶奶说什么也不同意 因为她不想让孙子重走儿子的老物 李然知道真相后也彻底向沈耀宣战 虽然她知道自己这次是在以卵机时 但为了父亲失去的信仰她愿意一事 与此同时时一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江青朗临近高考却要请假半个月 因为她想去参加RAP训练营 可高校长看到请假条后拒绝了她 还说只有她妈妈亲自来才同一批 就在这时江青朗的妈妈真的来了 高校长还是好心地提醒她 对于妈妈反常的举动江青朗不理解 明明妈妈一直都反对她做RAP 原来上周江青朗说要去北京参加继续 其实妈妈知道她是去参加RAP比赛的 她很想要看看RAP到底有什么魔明 让江青朗义无反顾地追逐这份梦想 于是她来到现场观看江青朗的比赛 江青朗唱出的每一句歌词 都深深戳中了妈妈内心的那一根弦 所以这次妈妈同意了江青朗的选择 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我给你休学一年就当是RAP year 但是不可以从家里要钱 一年结束 不行回来给我重新高考 很快就到了江青朗比赛的日子 可能是妈妈在现场的原因 导致江青朗紧张到场的拳骨跑掉 妈妈来到后台竟然让江青朗退赛 江青朗指责妈妈不相信她能成功 你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要支持我吧 你今天来就是想看我出球 其实妈妈早看出了江青朗的心思 我让你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一次 可是你现在唱的也不是你真正想唱 为了配合人家主办方 你怎么不敢说我 而这一次江青朗并没有妥协 他登台的那一刻要找回曾经的自己 另一边学校里突然播放起现场直播 对不起老师们 今天我想唱一首自己想唱 什么情况这不乱套了吗 谁跟的 导演看到江青朗已经开唱也没有办法 只能让乐队跟上他的节奏 临近高考老师却组织全班去交友 因为学生们都患了考前的焦虑症 适量运动是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 运动和玩耍之所以能缓解焦虑 当运动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身体产生的非态效应 是能愉悦神经的 自从二魔的成绩出来以后 全校高三的学生都开始焦虑起来 虽然学霸沈耀重新回到全校第一 但总成绩却比以往低了三十多分 而李然物理成绩也败给了沈耀 他再输一次将失去天一计划的名额 要是少了三十分 他离清北就更遥远了 这次考试十一班没有人突破六百分 照这样下去他们都没希望考上清北 很多同学都在为二魔的成绩恐慌 距离高考越近他们越开始焦虑 以至于心理咨询师都被挤爆了 导致桑老师也忙得不可开交 而十一班也集体陷入了焦虑中 现在没有了老师来给他们上课 像这样一直自习地学下去 大家都没把握可以提高分数 编小小还说雷鸣为了找老师 现在发际线都往后移了一寸 就在众人都犯难的时候 高校长却带着个课的老师来了 而肖主任也送来了学习资料 可雷鸣却拒绝了他们的好命 十一班真的不需要老师 大家都是资源来升级上课的 你就没有必要再推辞了吧 雷鸣现在不是上校的时候 没上校 因为雷鸣已经找到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小蜜蜂学习 他让十一班的学生都出去上课 并且按照每位学生学科的薄络 规划好他们去听哪位老师的课 以后就按照课表到别的班级旁听 果然雷鸣的小蜜蜂学习法很有效 很快这种方法就被其他学校效仿 高校长还特别表扬了雷鸣和桑夏 但最终还是要取消小蜜蜂的教学 这个接骨眼上 没有你们十一班搞特殊 推行什么小蜜蜂学习法 桑夏还想要往回 却被雷鸣拉住 因为他知道高校长肯定还有大招 要搞 我们就搞一个大蜜蜂 就这样高三年级学生都自由选科 不再是固定教室的那种教学方法 而是把自然班变成大学里的总班 大家可以在集体学习中优势互 每次走动还可以锻炼身体降低焦虑 所有的老师都放弃之前的教学方法 而是根据最擅长的学科开启公开课 就连之前的分班教学制也全部取消 今后只有班级的编号 再也不用班级名称来划分学生等级 龙校 从此以后 不再有什么名义 也没有什么名义 只有名龙 这也是两位校长 自和校以来第一次握手言和 我就知道是你这个三文星搞得贵 面对铁证男子还不知悔改 甚至还诋毁静女在诬陷她 原来继父偷偷在羽山房间装了监控 然后用视频威胁羽山 要羽山心甘情愿地嫁给她的侄子 这样继父就可以拿到一大笔财力 却没想到李然在给羽山修手机时 竟然发现了羽山与她继父的秘密 李然想要帮羽山删掉手机里的视频 于是她就跟踪羽山继父偷走了手机 在被发现后还把羽山继父给打了 可李然逃跑时却不慎丢了钱包 直到这天周伟峰来到十一班找她 并且要李然赔她三千七百块的医疗费 不然就要报警让她这次不能高考 还警告李然不要干预羽山的生活 因为她已经收了侄子家的彩礼钱 我侄子家的彩礼我已经收了 就疯了吧 李然气不过一路跟踪周伟峰回家 刚想拿出手机却被羽山给拉住了 羽山害怕李然在为她做什么傻事 原来李然已经去警察局报过案 但民警说没有证据是立不了案 所以李然跟踪周伟峰回家 想从她的电脑里找到那些视频证据 马上就是三魔了 上次你就没考过沈阳 这次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别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些不重要的事情掉链子 你的事怎么不重要 当雷鸣和桑老师知道这件事很气愤 为了不让周伟峰继续来骚扰两学生 雷鸣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这天李然约周伟峰见面要给他钱 可周伟峰来到面馆却见到的是雷鸣 雷鸣说他是受李然委托来给钱的 随后雷鸣拿出保证书要对方签字 让周伟峰保证不影响他两学生高考 可周伟峰听后甩下一句话就走了 雷鸣见状赶紧叫住他拖延时间 因为李然已经伪装成为修工来到羽山家 可李然翻遍了电脑也没有找到视频 就在这时羽山听到有人正跑上门 等两人来到门口竟然是羽山的弟弟 而弟弟却说知道他们要找什么东西 这是李然收到周伟峰回来的消息 好在弟弟找到了那张光点 李然刚出门就和周伟峰擦肩而过 周伟峰觉得这个人很眼熟 刚进门就询问羽山却被儿子打断 机智的弟弟打消了周伟峰的疑心 等李然将光碟拿给桑老师时 却发现里面竟然什么也没了 原来周伟峰早就料到有这一天 提前就将光碟里的视频拷贝走了 但他知道羽山在身边中归似的累 为了尽快地把羽山赶出家门 周伟峰陷害羽山说他勾引自己 上个礼拜五你不在家 羽山敲门说要零花钱 可是他张嘴就是五千块 说我要是不给钱 就直接把外衣脱了 是我骚扰他 妻子不相信女儿会做这件事 但还是走进了女儿的房间里 当他看到书包里的信封后吓坏了 好在桑老师及时找到羽山妈妈 把羽山的情况全部都告诉了他 羽山妈妈很自责对女儿缺少关心 听到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她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而雷鸣却说现在只有她能帮羽山 要羽山妈妈回家后不要打草惊蛇 趁机找到周伟峰的视频藏在哪里 这时羽山妈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她发现周伟峰要是多出了个U盘 果然里面藏的是羽山的视频 很快民警就来传唤周伟峰回去问话 你涉嫌发送淫秽 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 给我们去索理他 周伟峰狗急跳墙反咬母女两人 你们两个白眼狼啊 甚至还开始道德绑架母女两人 听到我的棋牌室了 没有我你们两个早就饿死了 说着就动起手来 羽山一把将周伟峰推开 整个棋牌室整个家 从中到里都是我妈一个人在扛 给我把我多少钱买个糟 看你眼色 周伟峰自知理亏便侮辱起母女俩 没有棋牌室 你们两个拿啥挣钱 去卖 贵手吗 最后就连亲儿子都和她翻脸了 你姓周 我不姓周 这时警察出手将周伟峰带走了 母女俩终于摆脱了恶魔的控制 很快就到了高考的这一天 雷鸣穿着红色T恤 为十一班学生送考 可眼看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考试了 李然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原来昨晚李然奶奶肾衰竭要做手术 奶奶请求雷鸣不要告诉李然 因为她不想让李然在高考前分析 雷鸣虽然嘴上是答应了 但最终还是告诉了李然 在奶奶送进手术室前李然赶到 李然很感谢雷鸣告诉了她 不然她会后悔一辈子的 雷鸣在这一刻也是感同身受 考不上大学的遗憾 明年就能够上 奶奶的手术很成功 病情也稳定了 但奶奶仍然是处于昏迷的状态 李然让桑老师先回去休息 因为明天高考很多学生需要她 而李然守在病床前要等奶奶醒来 考场外雷鸣和桑老师交集等待着 现在已经开考了还不见李然踪影 校园广播这时播报了最后的通知 收到收到收到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 原来奶奶听到了李然的呼唤 她颤颤巍巍地用手触碰李然的准考证 奶奶的意思就是要让李然去参加考试 就这样李然在最后一刻赶进了考场 男孩终于向富豪父亲摊开了 她不想成为父亲炫耀的工具 因为父亲从不关心她的生活 只在乎她考试有没有拿第一 长期待在缺少富爱的家庭中 导致男孩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这天妈妈带着沈耀和弟弟逛商场 想为他们的爸爸挑选个生日礼物 沈耀妈妈看中了一块运动手表 桂园夸她很有眼光 还吹嘘到手表是全是仅存的一块 沈耀妈妈看着也很喜欢 可她刚准备要付款的时候 另一个桂园走过来却说被预定了 沈耀妈妈以为是他们的营销方案 桂园解释说是刚才一位先生要买 沈耀妈妈看到旁边的那人很眼熟 走近才发现是她家的司机老金 而老金看到太太后却十分的紧张 就在这时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走来 老金赶紧解释说女人是她的表妹 沈耀妈妈知道她是丈夫新娇的女友 于是想给这个女人一个下马威 眼光不错 但女生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先来后到 这时沈耀妈妈拿出卡线买单 而女人撞见了郑主丝毫没有慌 只见她摸了摸肚子向郑主示威 这把一旁的沈耀妈妈气得够强 看见妈妈被欺负了沈耀霸气说道 金师傅 你手上那张卡 是我爸那张卡的家庭联合卡吧 只有家人才能用 我爸估计是搞错了 沈耀刚说完就抢过老金手上的卡 临走时还让老金把手表送回家里 这招杀人朱星狠狠打了女人的脸 沈耀爸爸知道了白天发生的事情 她也是坦然地向妻子解释这一切 沈耀说小薇是她新娇的女朋友 她怎么可能取代 沈耀却解释说妻子一直想要女儿 小薇生下的女儿以后就是她的了 甚至还说到时候会给小薇一笔钱 让她去美国进修从此再无瓜葛 而两人的谈话刚好被沈耀听见了 看到无耻的父亲还不断欺负妈妈 沈耀忍无可忍要让父亲付出代价 很快就到了沈耀的生日宴会 很多企业大老板都来为她庆生 大家都知道沈耀培养了一个好儿子 年年都是班上的第一名 众人都溜须拍马地请教沈耀 想要她传授一点教育子女的方法 沈耀自豪地说她儿子自律性强 自己从来没有管过她的学习 还说沈耀的目标一直都是清北 这时沈耀想起三摩的成绩出来了 于是就要在众人面前炫耀一下 只见沈耀拿出成绩单淡定地说道 一共是考了397全班倒数第一 沈耀还以为儿子是开玩笑的 可当他看到成绩单后惊呆了 沈耀趁着爸爸生日想说几句真心话 我爸这个人每年都要过三次生日 一次是在家里 一次给业务 还有一次是给他现任 接着沈耀走到公司罗副总的面前 沈耀想要阻止儿子 可沈耀却没有打算停下来 然后沈耀又来到和副总的面前 还说他夫人是自己父亲介绍的 吴阿姨 您和我爸谈恋爱的时候 还也没嫌 无缝先接到现任女朋友 那女朋友刚刚怀孕了 沈耀听后愤怒的要扇沈耀一巴掌 却被沈耀牢牢地抓住了 众人见状纷纷劝说沈耀消消气 而这一刻沈耀却下不去手 沈耀接着揭露爸爸伪装的面具 我不是一直觉得 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父亲 沈耀不敢指示儿子选择回避 沈耀还说他得了重度抑郁症 而儿子的是沈耀却浑然不知 随后沈耀又拿出学校的处分通知 他已经向学校坦白地弃负同学的事 你说你最讨厌的就是弱者 我就是弱者 这一次沈耀要勇敢地做真实的自己 由于沈耀空分考了倒数第一 这样天一计划的名额就是李然的 然而这次的三国考试 十一班学生们的成绩都大幅度提升 陈宇山669分 李然652分 高考还没结束 男孩就迫不及待地向女学霸表白 女学霸并没有答应 但从他惬意的笑容中可以看出 这件事就是铁板钉钉的了 因为女孩知道物理是男孩的强项 可刚对到第四题答案却不一样 两人顿时紧张了起来 好在后面都很顺利答案都相同 很快就剩下最后一道题目了 李然紧张到闭上了双眼 两人一口同声说出了最后的答案 果然命运还是眷顾他们的 在拍毕业照的时候 两人同时脱掉外套露出情侣装 这也是他们为彼此准备的惊喜 高中的生涯终于在紧张的高考中结束了 十一班的小伙伴们都忙碌着自己的事 羽扬跟着爸爸一起去跑车了 编小小则是回家帮爸爸干农活 李然和羽山陪在奶奶床前照顾他 而江青朗放弃了高考参加RAM比赛 转眼就到了放榜的日子 雷铭和桑老师买了很多酒回家准备 就是要等午夜十二点高考成绩出来后 开香槟为十一班的学生们庆祝 可漫长的时间等着雷铭都焦虑了 于是他拉着桑老师就先喝了起来 终于到了十二点 可网络卡着一直都进不去系统 病房里的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 好不容易进去了两人却不敢看 羽山提议换着来查看对方分数 当他看到李然的成绩时激动坏了 677分 可李然看到羽山成绩却一点严肃 陈羽山705分 这下两人可以一起上清北大学了 奶奶为孩子们考到好成绩而开心 与此同时边小小考到了615分 他也成为了全村有史以来的最高分 大家都开始纷纷在群里报喜 雷铭看到后激动地抱起了桑霞 而羽阳还在山间小路上没有信号 于是他爸爸将车开到一片空地上 直到他们站在车顶上才有了信号 羽阳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 他考到了632分可以上一轮了 为了庆祝十一班学生考上好大学 雷铭也遵守了当初的承诺 我们就是想看你跳个舞 只见他身穿JK站在天台上跳起舞蹈来 毕业聚会上雷铭只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让学生们每年必须聚一次 江青朗提议定在雷铭过生日的时候 晚上几人来到河边散步 李然却看见沈耀独自坐在河边 他怕沈耀会做傻事走上前查看 沈耀以为李然是来嘲讽他的 没想到李然却是来恭喜他的 沈耀很好奇李然知道他家里的事 李然说是听沈耀家保姆说的 原来李然放弃了青北的橄榄枝 招生半方老师为了挽留住李然 还特批给他申请到全额奖学金 但李然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上青北 方老师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 十二年后大家都有了各自的事业 但都没有忘记每年十一班的聚会 沈耀开着车带着大家一起去乡村 因为雷铭来到白鹿小学当起校长 这是他明龙教育的一个试点小学 雷铭带他们参观了自己的学校 面前这个雷尔全系投影程序 就是雷铭开发的明龙共享教育网校 现在已经覆盖了二十多个城市 以及三百多所偏远地区的中小学 学生们都可以免费学习线上网课 而当年教过十一班的那些老师 都被雷铭忽悠来了明龙教育 雷铭看到学生都成双成对很欣慰 但唯独只有宇阳到现在还是单身 宇阳先生可历史雷宝门大神 那板税都要赶着谭老师了 就在这时候李然带着生日蛋糕来了 李然说蛋糕是桑老师从法国快递来的 正当雷铭要切蛋糕时却被李然阻止 蛋糕到了 人也到了